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后面的上位设计过了十年 再前十年就是从1990 对不起 19... 应该是 1990到...对不起 我现在算数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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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反正 上位设计 最后面十年是Bedicade 那么再前面三年是Hardicade 是有关心脏的 所以心跟脑 那一连串就变成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 变成是在医学界 科学界里面一定要backthrough的一个概念 那到后面就开始了所谓的基因的计划 跟所谓的人类脑头的计划 一步一步的希望去解开生命的密码 或者说心灵的密码 那我今天会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 那我们去看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自我 或者说我们的在整个的从生长到死亡 那这里面到底我们今天透过脑科学的角度 我们到底知道了什么 了解了什么 OK 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 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学过美术的 或对美术很喜欢的 不管有没有 大家觉得看这张图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东西 不知道 蛤 人 然后呢 是 大家好棒 这个是 主项 主项他在一九 大概一几年的时候 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画 叫做下楼梯的罗里 独项他是 观念派主义 观念主义的地主 也是达拉主义的地主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就开始有这个所有的动力艺术 所以我们从这个景面的话 为什么我们会看得出来它是动的呢 我们后面再来思考 这张呢 你们看到什么 一堆椅子 下楼梯的椅子 一样 一样 他还是下楼梯的罗里 但是 左边的话是 主项大概三十十年 这个是现代北京版 是在北京里面的一个艺术家 OK 在下面这一张呢 上楼梯的罗里 OK 不管怎么样 我们从这个简单的一个艺术的创作里面 事实上 我们就有很多的 这个意识上面的运作 所以我们了解到说 这个是一连串的 时空上面的一个展现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但是 这个是艺术 但是我们并没有带进去 太多的情绪 跟太多的一个判断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欣赏它 但是呢 我们之所以成为人 我们事实上有很多的情绪 有很多的认知 在这里面来作用的 那么刚刚是静态的 那我想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看过这个片子 那这个是一对 中国大陆的非常有名的一个芭蕾舞的一个 当时的那个比赛 你的车祸 那 握手吃掉了 蓝的也是 车祸左脚不见了 那 故事我先不讲 我想先让大家看一下 那你们慢慢看 那等一下再告诉我 你们看到什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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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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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們從剛剛建太的所反應的動態的因素 跟我們直接看到肢體的語言 這兩個話我想大家前後的心境一定是很不一樣 OK 我們看一下 所以在我們談人之所以所謂的人有很多的因素 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當然就是我們的情緒內 我想剛剛看了那個牽手 我想大家一定會有不同的想法 那科學家或者說在研究這個人類的行為也好 認知也好 持續也好 那麼大概把它很多的持續很多的一些信念 就把它分門別類列出來這麼多的字 這麼多的感受 那大家花一點點時間來看這一張sled 那給大家大概20秒鐘 然後我再來問你們看到什麼 好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關係 用想像的人也可以 好 請問一下這個單可不可以把它關掉 好 好 OK 我們注意到在官方裡面所韓國的 那麼多的很多的情緒的這個所謂的表達的方式 或者說是一些信念裡面 有沒有注意到幾個 第一個好像負面的情緒的字眼遠多於正面情緒的字眼 所謂負面就是說你會比較屬於憂傷的 或者說比較屬於情緒比較負面的 那真的講到比較光明面的快樂啦 愛啦 或者說其他的事實上好像少了一點 所以好像人生好苦 我們有好多很難過的字 但是這個是西方的科學家 他們所流略出來的很多的這個情緒的一些字眼 但是對於我們中方人來講 可能很多的很重要的一些認知或信念 事實上可能就沒有了 那 隨便加一個 你們注意到什麼 我加了一個字 慈非 那這個在我們中方人的事實上 我們有很多這方面的一個想法跟感受 英文有這個這個字 有 叫Compation 有 那另外的話 平靜我們也很強調這方面的一些修指 可是呢 在這裡面沒有 所以這裡面反映了其實很多事情 就是說 你西方的文化跟東方的文化 事實上我們真的有很大的不同文化 這裡面也反映出了我們對於人生的態度 對宗教的態度 對生命的態度 事實上也很不一樣 我們在國家裡面的事實上很講究的就是 你是一個Emotional Neutral 或者說你沒有太多的正負面的一種 這種執著 但是這一類的很重要的概念 就不見了 所以 我當時想了一下 到底要不要把這類的slide全部把它翻成中文 那我發現 我後來想了想 我決定不翻 我決定把它用英文的出來 但是我都用中文講了 因為我擔心一件事情 我舉個例 像自動車 Auto Mobile 大家知道英文這個叫做 我們翻作汽車對不對 Auto是自動 Mobile是會動的 所以我們把它翻作汽車 那日本人把它翻作什麼 叫做Nrosha 就是自動車 所以哪一個翻得比較好 自動車還是汽車 汽車翻得好像不太好 因為我們中文去翻 其實Auto Mobile 我們看到的是這個車就會排氣 可是日本人他去翻這個Auto Mobile 他是自動車 他看到的是他的功能 他的實質 我們看到的是他的表象 因為他會排氣 他會放氣 所以這個也難怪說 日本比我們的科技進步太多了 因為他們真的是看到了實質 我們看到的是表象 所以我決定不翻 因為如果我怕我把它翻出來以後 會耽擱 會耽誤你們後面的這些 下面的next generation 所以我們試試看 但是我們不去看他的英文 我用中文去講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剛剛經過了 那麼一個很簡單的兩個階段 一個靜態的一個動態的 那麼我們談了一下情緒的字眼 談了這個所謂的裡面的一些內涵 當然我們現在以中國就是說 到底人類在整個構成的生命觀 到底我們有哪些重要的一些事 是我們非常必須要去注意的話 那長久以來 兩三千年以來 大家都在談的就是所謂的 腦袋 心 跟身體 身精靈 這方面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會有構成一個叫做人 那麼他有身體 他有腦袋 他有心 接下來有意識 然後呢 靈魂 有很多的意識 有很多的中文的一些觀念 那怎麼去定義它 什麼叫做 因為這些因素是構成我們 身邊之所以 很多火花 很多的一些概念 很多的一些 一些實質上面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看 我也不是這什麼 我想大家都知道 韋式字典 它是非常好的一個英文字典 好 我們先看一下 什麼定義人 大家是可能看不到很小 而且我故意的 故意把它弄暗 因為你們不需要去看它 我用講的就好 因為它講的也沒講 為什麼 他說 人類它是個human being human being 我們知道就是人類 那man is human being 人類就是人類 沒有定義 但是它後面有一句話很重要 opposed to beast 跟動物不一樣 所以人類是有益於動物的 就是這樣 那什麼是動物呢 怎麼定義它 人類也是動物啊 所以這個定義有問題 基本上不存在 第二個 八點 就是我們的身體 那他說 它是 是由物質所組成的 動物 不管他是活的還是死的 那他是跟我們的所謂的精神 spirit 是可以區分的 或者說 跟我們的存在的原理 是算是區分的 那麼他是個physical person 他是個有物理實體的一個人 那這個定義成為body 好像可以接受 至少說他有一個型 但是好像也不夠 那什麼是腦袋 那這個更絕了 他上面講說 他呢 是在宗室神經系統裡面的中樞 那麼它是一盤什麼 白白的 軟軟的豆腐渣 OK 這是腦 可是呢 這個腦 它卻是我們的意識跟意識的中樞 那麼它 是放在一個腦袋裡面 腦殼裡面 它是這樣子來做的 那我想先把這個跳回去看一下 我們中國人的造詞 的確是了不起 腦是豆腐渣 它是軟軟的白白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中文是腦 怎麼來寫的 左邊是肉 所以它是肉體 這個裡面有三個 好像是漆 這跟我們腦袋裡面的腦回是一樣的 下面有一個是衝 這是衝門 你好像可以從這邊直接看到你的腦袋 所以我們中國人的創製是不是很棒 棒得不得了 一個字 這已經定義了腦 可是呢 Webster它用那麼多長的字 它才告訴我們腦袋是什麼 可是有講也等於沒講 好了 什麼是mind 我們中文把它翻作是心 或者是所謂的心字 它怎麼講呢 它是智慧 或者說是理性 那麼可以了解 那麼它是 可以去感知的 可以去判斷的 然後也可以推理 同時呢 或者是它是一個整個的精神面 有可能也是一個靈魂 那麼它是跟肉體有區分的 請問你怎麼去區分 你從這個答案裡面 你知道你怎麼去區分 你的脈跟八體怎麼分 它說 Destinction of the body 可是怎麼分呢 OK 接下來更妙了 所謂的意識 這句話它說 什麼叫做意識呢 Consciousness 就是說 你可以保持有意識的狀態 所以這個叫做意識 請問 你看懂嗎 能不能了解 所以哲學裡面有一個叫做套套邏輯 TOPOLOGY 我就是說 我用我的語言 我來解釋它 所以我在解釋我自己 這是全世界公論的最好的字領之一 Webster 它是這樣子 夠不夠好 非常好 然後 Knowledge of one's own existence 你了解你的存在 你的狀況 你的感覺 還有包括你的心智的活動 你的動作 等等 好像是有什麼一回事 OK 我們再看 靈魂 哇 一堆 它是一個精神面的 有理性的 而且它是不俗的一部分 是人類裡面不俗的一部分 emoto 就是不俗的一部分 然後呢 可以讓它去思考 那麼也同時去 讓它有這個所謂的道德的一個監控 那麼我啊 它是一個跟我們的 內在 精神 它是一個 可以是一個比較屬於高階的 那麼 它是我們的生命的中心 那麼對於感覺 事實上是非常 對情感很敏感的 那麼它是一個自主性的 而且是有理性的 然後呢 Sometimes in distinction from the mind 它跟我們的心智不一樣 我不知道它在講什麼 Morile 然後道德 另外的話 還有說是所有的感覺的中心 等等等等等等 OK 那麼啦 最重要的是說 它知道你的個體是存在的 所以 大家 聽懂了嗎 什麼叫身心靈 懂了齁 伊老師說它懂 因為它點頭 懂了一點點 再點點就夠了齁 一點點火光 我們就可以讓它變成是非常漂亮的齁 好了 所以 我們在談 Human 到底 人 腦袋 心 意識 或者說是靈魂 當然 這些問題事實上 並不是現在才有的 兩三千年前的 學家 事實上 他們就開始在思考這些問題 那這是羅丹 非常有名的交相 他就是Thinker 叫做所有的思考者 那 當然這些issue 事實上都是我們要去面對的一個問題 宇宙怎麼來 生命怎麼發生 為什麼 我們是由物質所構成的一個body 那麼我們卻有反思我們自己的能力 而且我們能夠檢定我們自己的思考 然後呢 我們還會最重要的 我們會question 我們會來懷疑我們自己的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或者說我們去問我們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那麼這些現象困惑了哲學家 很少一段時間 從兩三千人來到現在都沒有變 所以聖經上面有一句話說 陽光底下沒有新鮮的事 所以三千人來 大家都沒有什麼改變多少 那 對於物理學家來講 一樣的 他們也是在思考這些所謂的終極問題 宇宙怎麼來 宇宙的發生 或者它的變化 所以 宇宙是不是有所謂的body 它有沒有界線 它是什麼形狀 它是點的 還是說它是12 它是八方題 它是四方題 滑得穩 所以 這一些的重要的問題 對我們來講 事實上都是很切身的 如果說我們願意很 很嚴肅的來思考這些問題 所以 這些都是把它放在所謂的傳統的 philosophy 哲學裡面 那 所謂的 大家現在都很努力的 需要練更好的學位 因為外面檢基不好 檢基不好就是念書 所以就是拿 degree 就是拿一個 PhD 什麼叫 PhD 也就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所謂的醫學博士 但是呢 這個 doctor of medicine 全世界好像沒有人承認 只有在北歐的國家才有 我們也沒有叫做 doctor of philosophy 我們叫做 doctor of medicine 就是所謂的醫學博士 但是呢 這個 doctor of medicine 全世界好像沒有人承認 只有在北歐的國家才有 所以我畢業的時候呢 這個 doctor of medicine 就改成 PhD 跟全世界都一樣 但是呢 什麼叫 PhD 就是 pizza heart delivery 所以是送 pizza heart的 的 怎麼講 送貨員 pizza p h heart delivery 所以陳智芳講說 專家是宣戀有數的狗 大概差不多 意思是差不多 PSD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些去探討 內在的外在的世界的存在 我們都是把它放在所謂的哲學的範圍 如果我們願意接受西方人的思想的話 那 在 思考這些生命的問題 到底把它分成幾個方向啊 當然我們在思考就是說 人 我們剛剛講過了可以reflect 我們可以思考我們自己本身存在的意義 或者是去回問去懷疑 所以這裡面就跟我們的生命牽涉的就非常的多啊 比如說 logic 那麼這個是 我的 呃 同事他教我的 他是哲學博士 喔 所以他也幫我惡補了很長 一段時間我終於慢慢懂了 好 所以在這裡面呢 我們有所謂的logic 去探討我們的思考 到底這個思考的邏輯 他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還是有謬 有荒謬的 還是他是違背常理的 他說 那 有所謂的metaphysics 那physics 我們知道他是物理學 那meta 是在他上面的 但是他說 然後 醒來上 對於這些生命的現象 物理的現象 跨水的現象 這些有形的後面 他所代表的含義是什麼 他的最終的真實的存在 或者說所謂的第一義 第一個道理是什麼 當然這裡面就介紹很多的物理 那麼在物理裡面 在探討我們的世界的企業 叫做cosmology 叫做宇宙學 我想我們這裡面可以 易老師可以給我們一點概念 whatever 那麼接下來 會探討所謂的倫理 所謂的道德的規範 什麼是對整個的族群 是一個最大的規範 那麼這個規範 能夠讓我們在 對理錯 或者說是一個正確的 或者說對一個族群來講 他是一個成為一個 一個社會裡面的一個道德 那另外一個呢 探討ethics 就是所謂的美學 所以大家剛剛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從一個中線的美學 進到一個 真的是帶有感情的美學 所以這個美學 基本上 它有所謂的價值的判斷 價值的一種故意 跟一個 你的喜歡或者是你不喜歡 這種所謂的like 跟不是like 這種概念存在了 當然另外就是知識論 我這個知識 我所得到我所學習 它是先天就有人呢 還是後天我們學習才來的 當然我們現在講先天 就是說基因 在我們的基因的密碼裡面 到底它含有多少的一些資料 那在做人類學的研究裡面 現在對於所謂的knowledge 或者說所謂的基因 有不太一樣的解釋 我們以前認為說基因 它可能只有涵蓋的是 讓我們的人 或者說動物 或者說植物 它會成長成一個 某種固定的形態 它含有的是這種 所謂的物質方面 就是information 可是在做人類學 或者說在做文化的 這種社會科學 你們現在對於所謂的 基因刷手寒帶的訊息 有不太一樣的解釋 那這個訊息都包括說 一個族群 或者說不同的族群 全世界有很多的不同的族群 那他們的生活的習性 他們的文化的特質 還有他們整個種族的一種傾向 這一些很多世代所累積下來的 文化社會的產物 事實上 也是一樣會含在基因裡面 那話說 為什麼我們的地球 要有那麼多的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顏色 那有那麼多不同的顏色 那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 那聖經裡面不是講說 上帝造人 第六七七天他休息 因為太累了 所以第一天 因為我們人是從土造的 We come from the dust 所以第一天 上帝在做人的時候 他必須要烤一烤 那天烤得火剛剛好 所以他是有白色的 第二天覺得想要壞的話 就烤一烤 烤多久就變黃的 第三天開始有點累了 烤得比較過久了 就變黑了 第四天第五天實在太累了 烤焦了 就變成黑色的 所以我們世界有這麼多不同的人種族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事實上 這些醫學都會變成我們非常重要的 這些去思考生命的問題 但是這些問題 這些非常的很仔細的討論 事實上在西方的思想裡面 通常都是以所有的dichotomy 所有的奧芬法的方式在思考 可是對於東方的哲學 中方的心靈 事實上不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看 佛主在兩千多年前 他對於這個我們人的生命的現象 他的觀察 事實上 我覺得 真的是非常的有深度 有所謂的六根連耳鼻舌生意 換句話說 有我們具備的身體的五官 我們有耳朵 我們有眼睛 我們有鼻子 我們有舌頭 我們有身體 所以這裡面有 那麼我們對應到外面的世界 有所謂的外面的空間 你有聲音 你有香 有味道 有接觸 你有所跟你的意念 所產生的很多的一些思維 判斷 分別 那 有一個接受器 我們去知道外面的世界 我們具有這個感光 然後呢 我們能夠知道外面的世界的一些表現 然後呢 我們會有這個所謂的知覺 所謂的覺醒 We have feeling We have perception 我們有意識 我們剛剛講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保持著你有意識 剛剛那個web substitution 也定義得非常好 意思呢 就是說你有意識 我先暫時接受它 所以我們有研發彼此生意 所以相對起來 事實上就變成是 我們生命跟外在世界的一個互動的感知 有一個橋樑 我覺得很了不起 因為真的是 非常清楚的就把整個的 我們前面的那幾個問題 事實上幾乎都涵蓋在裡面 那真正涵蓋在裡面的是我們的武運 所謂的 色、色、色、想、情、視 我們有 對外在物理世界的了解 我們也是裡面的感受 我們有思考 我們有很多的行動 我們有很多的造作 重要的 我們有我們的意識 我們的意識是品化一切 當然大家相不相信靈魂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們剛剛講的 在web substitution 裡面 它也是定義的 它是人類裡面不朽的一部分 物質的一部分 暫時不是很大 好啦,我們再看這一張 你看到這一張以後 你心裡面感覺到什麼? 給大家十秒鐘 我們會慢慢進到brain裡面去 那我是神道教師有點感受 畢老師,你剛剛說 你已經懂得那個 這個聲跟它有意思 其實是看到那麼多的 前面那個西洋的一些文字的敘述的時候 我們從文字的敘述中間 其實真正的體會 是我們把我們腦子裡一些印象 在我們看到那些智慧的時候 自己去連結 那些連結的過程 就是我們所能了解的知識的一個認知 那也就是我們學習的過程 所以我只看到了那些東西說 我開始要學習了 所以我就蒙點頭 說老師講得對 可是我是問你這個 我是問你看到這張圖以後 你怎麼躲避我的問題呢? 不能逃避 OK 有沒有大家願意主動講說 當你看到這張圖的時候 你想到什麼? 你感覺到什麼? 勇敢一點也沒有關係 有一點不舒服 有點不舒服 沒有錯 圖臭 事實上是讓人家不舒服了 有100分 好,還有沒有 是 是 你看,他還是用在講其他的事情 我是問他的感情 他解釋了那麼多 他以前的記憶 OK 很有意思 OK 還有沒有人願意提 OK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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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他很奇怪 對 老是看過我沒有看過我沒有看過我沒有看過我 他會有無動在那裡後面 有沒有什麼樣子 沒有啦沒有我自己講好了 你看到這樣的圖 剛剛我們第一位說他覺得是有點不舒服 沒錯 你是不是好像感覺到你自己還能聞到那種不太舒服的味道 會不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好像有他枕頭所以他是有的 事實上這個是傷水公司 因為服臭或者說男人或者說一些體臭 但是呢 嗅覺事實上是我們很困難去度量的一個自覺 因為不太能夠客觀的確定他 所以就有些專家 這些專家 他們的鼻子特別敏感 就像有些人是專門在品陶酒一樣 他們是專門在品嘗味道 所以傷水公司就是特別請他們來判定說 到底我用的這個傷水到底有沒有效 但是這個不是重點 真正的重點就是說 OK 當我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們會好像去聞到或者是有那種感覺 覺得是噁心或者說覺得怎麼樣 但是呢 這個跟你現在所的你的知覺有關 是你腦袋裡面 你腦袋裡面 你腦袋裡面所產生的一個內在的一個狀態 所以很有意思 所以 佛家裡面講 是不是有想神事 你的想哲理的事 事實上 點出了很多的東西 那我們後面會一個一個 來看 這裡面的一些含義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美 美 美 那既然在我們剛剛講說 哲學的五大範圖裡面 有一個東西是美 然後 美 每天大家都會 都會很喜歡 品牌 大家都很喜歡去買一個有品牌的東西 開車子 或者是其他的話 那 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說 他有一次 在 在那個 高鐵 車站那邊下來 有一個人開DMW 我忘記是500還是1000 我不知道DMW有沒有1000 我不曉得 那 開門出來是一位 出交的 呃 女師傅 那 這個女師傅呢 身上帶的是LV的皮包 那 也是很有趣 是很有品味 很有品味 那我們 很有意思 我們說品味 英文叫做Test 那這個Test 呢 是像是你的舌頭的感覺 或者說 你的鼻子有一種 就一個味道 所以我們說一個很有品味 我們是說 他的鼻子 聞起來很好聞 那這個也是非常有趣的聲音 OK 我們暫時不管他 到底 這個 美 這種成分 或者說這種屬於 應該是我們人類才有的一種 一種 一種 價值的一種分別 到底跟我們的 生理 生理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 Tomaso 12008 這個是專門在做意識跟認知的科學家 他做了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 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他讓受制者去看兩種圖 那大家知道這個是維納斯 知道嗎 維納斯的出身 那這個是反骨 反骨的世界是 所有的能量世界上都是旋轉的 這個很有意思 這個我們會再提 所以呢 他就讓他們看好幾百張不同的Picture 讓他們這些受制者 他們去 就是心理學裡面 叫做validation 你必須要經過一個證實 到底說這些物件這些刺激的材料 它是不是真的符合我們 其力上面的歸類跟分類 所以這個是歸為美麗的 那這個是歸為 歸為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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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哲學博士同學 那個同學教我說 全世界只有A 或是非A 所以你如果不是美麗 那非美麗就是醜 所以他就是醜 所以美跟醜 可是呢 楊貴妃那個時代唐朝的時候 楊貴妃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她是當時唐朝最好的美女 我們娜麗莎 現在科學家 神經學家認為她是因為 腎臟有病邪 她腎水腫 她臉部腫腫 她眼皮又厚厚的 快掉下來 可是她是我們認為 達文西最漂亮的一張圖 但是不管怎麼樣 美有時代性 那重要的在這 OK 他們認為這是美 那這個是醜的 重點在哪裡呢 在這裡 那這次腦波 那麼左邊FZ CZ PG 它是在腦部的不同的位置 我們暫時不管它 我們看CZ 那麼這是腦袋的最中間 就在這裡 那事實上 這邊所記錄到的腦波 它反映的就是 我們對於疼痛 對於suffer 還有對於衝突的事件 那麼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域 所以從這個地方 它會發出這些電波 所以 讓大家看一看 這個不同的顏色 黑色代表是它的基本 它的基礎 它沒有給它任何的刺激 那這是neutral 它們判定是中性的圖片 而這個是ugly 醜的 紅色的話是beautiful 漂亮的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症狀 這個P2 大概是 在給它刺激以後 在腦袋裡面 大概300個sms 你可以記錄到的 我們叫P300 所以跟疼痛的attention 跟疼痛的注意力 是有關係的 那麼 它的幅度 就代表說 它所 在腦袋裡面 所反映出來的 它認為的 疼痛的不舒服 這是從 從周邊 給它一些疼痛的刺激 那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面 紅色 P2 是beautiful 那麼它的 它的幅度 事實上是最低的 跟它的Best Night 來比 那其他的都是 這個樣子 所以 當你常常看美的東西的時候 事實上 你會降低你心裡面 所感受到的疼痛 或者說不舒服 或者說其他的 腹內的情緒 所以 這個告訴我們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事實上 這個是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 對於這個好跟壞 美跟不好 我們不算能夠去沒有它 但是呢 在腦袋裡面 心也留下了一些痕跡 我們可以去量 這個腦袋的 它的一些 色點情緒的時候 它的一些指紋 那麼呢 可以反映出來 你的心 當時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 腦與心 心與腦 那 這個事實上 已經困惑了 社學教和科學教 應該是上千年的問題 到底 哪一個 是心跟物是兩個分開的呢 還是 心跟物是合一的 心跟腦是合一的 他們是同一個東西 所以 是不是所謂的 心腦合一的問題 那我們暫時不管它 那 接下來 我們就慢慢進到主題了 所以 我們要去談 所謂的 人體 腦袋 心 意識 或者靈魂 當然我們會有很多的一些 Mentality 心智的活動 我們有很多的思維 不管這種思維 是屬於邏輯的 或者說 是屬於一種 所謂直觀的 直覺的 或者是屬於觀照的 內心的 不管 我們會有這個Mentality 這個所謂的腦袋 動作的時候 產生的心智的現象 那我們要有一個正常的心智的話 當然我們要結構 至少組成我們的身體 腦袋跟身體的部分 你不需要是正常的 那結構的話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技術 比如說 在醫院裡面 我們有持症造影 我們有電腦斷層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得到 它裡面的結構是不是很完整 那另外一個 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Function 到底說它的功能 你的腦袋所延 所延伸出來的這個功能 到底是正常的 還是不正常 所以我們必須要能夠 從Structure 從結構跟功能 來看我們的心智的一個作用 那我回到今天的 比較科普 比較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在我們剛剛講說 在上個世紀裡面 事實上 人類目前 還沒有真的完全解決了 這個生命的密碼 事實上 兩個非常重要的 所謂的Last Frontier 最後那一塊 一個就是我們的基因 一個就是我們的神經系統 那基因的話 當然我們有Genome 就是所謂的基因體的計畫 另外的話 就是所謂的Benone Benone 那是腦的計畫 那請大家上去 網路上去查一查 你絕對找不到這個Benone 這個Benone 是我創的 沒有這個字 只是跟基因做一個對照 但是 這實際面呢 我們有一個叫做生物資訊 生物醫學資訊 或者是神經資訊 那 1998年 一篇非常重要的論文 他在比對 到底生物資訊 跟基因有關的 或者說跟腦資訊 跟我們的腦神經 心靈心智有關的 到底這兩個的複雜度 到底怎麼樣 然後呢 一個結論是 神經資訊 比生物資訊 來的複雜 複雜的原因在於說 我們的基因碼裡面 事實上大概就是 四到五個剪輯對 它的Pair所排列的 所謂的基因的Sequence 基因的所謂的程序 這裡面 含了很多的一些訊號 含了很多的資訊 所以我們的很多的密碼 事實上在那裡 可是呢 神經系統 牽涉到的範圍更大 它可以從基因到小分子 到小小的Organ layer 一直到神經細胞 然後到一團region 接下來到你的行為 那麼到你的整個的信念 你的意識 所以這裡面 在不同的Level裡面 事實上它還有 不一樣性質的一個 資料 資訊 訊號 概念 分析的方式 了解的方式 詮釋的方式 都不一樣 所以 從基因 小小的雙螺旋 那麼到一個小小的 一個cell 一個細胞 神經網路 到整個的腦袋 那麼呢 整個腦袋運作所產生的 我們的心智 行為與意識 所以 在研究它 就有很多的不同的學能 比如說 你有分子細胞 神經科學 你有 或者從一個小細胞 無數上線的細胞 上外的細胞 結合成一個 意識完整的一個肢體 那麼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但是我們要決定的就是說 今天你要是 你要從什麼角度來看 你是要從圍觀來看 還是從巨觀來看 所謂的Microscopic 或者是Macroscopic 那 在談Microscopic 我想大家 稍微看一下 這張圖 這張圖 就是我們腦袋裡面的神經 那麼神經裡面 它有很多的圖處 那這個圖處 它上面有很多的小極 我們叫做spine 所以它事實上 有很多的連結 那麼在人類的神經裡面 我們的腦神經系統 我們剛剛講 一個豆腐紗 軟軟的組織 白白的 這個是藍色的 這個不是 這個是電腦成像 你的腦袋不是藍色 你的腦袋是藍色的 你的腦袋是藍色的 OK 所以我們大概 這個腦袋 只有三磅重 裡面大概是一千億個神經元 但是這一千億個神經元 它可以衍生出來 大概它的可能是 好幾千萬倍的神經的圖處 圖處跟圖處中間的連結 又是好幾千萬倍 所以事實上在大腦 大臉的事實上 它是一個全世界都不存在的 超級大電腦 我們那個很簡單的動作 都不需要super computer 有很多的一些計算 我們先來看一看 神經跟神經中間的一些產檔 這裡面紅點是神經的訊號 那在我們的腦袋裡面 有很多的神經事實上 訊號一直在傳 那這個訊號 可能是變身裡的訊號 也可能是生化的訊號 因為從神經到神經中間 它是必須要經過很多 生化的物質的一個傳導 那我們到現在為止 沒有人知道 到底它所傳導的訊息是什麼 我們叫做神經碼 到底這個神經碼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我們知道它有這些變身的活動 但是它這個神經碼 它怎麼會變成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這個神經碼 怎麼會隱含我們過去的記憶 這個神經碼 怎麼樣子自動的連轉 可以變成是一個有倡議 那這個事實上我們都不知道 在微觀我們了解這樣 所以我們在聚觀面 可能我們就必須要 從聚觀來稍微了解說 好啦 在腦部裡面 一次上千萬個 可能上億的神經 他們一起在做工的一個情況 但是問題很大 我們真的不了解 一千億個神經 他們都應該是各自獨立的 那麼這是一千億個神經 如何能夠透過這麼多 緊緊密密 反反眨眨眨的連結 形成一個有所謂的自我 這個我 這個feeling 這個感覺 這個意識 這個知道 aware 而且你能夠知道 你跟外面事實上是不同的 你有我像我 我有你 有他 有其他人 甚至有其他的動物 世界的存在 所以這個是 一個非常大的秘密 到目前為止 我們解不開 我們還不了解是什麼 所以我們只能從聚觀的角度來看 那左邊呢 那世上是Stefan Hawking 我說Stefan Hawking 大概很多學物理的老師都知道 他是英國 應該也是當代最著名的 心靈之一 那麼他本身患有這個 動作 運動神經緣萎縮 所以他都是坐在輪椅上面 然後靠著什麼 靠著他一個還能夠動的指頭 還有就是靠他的吹氣 來控制他的電動輪椅 那麼他 來做他的很多的事情 但是 他也是我們認為這個時代 在愛因斯坦之後 非常重要的一個物理學家 那麼他的誕生的年齡 也剛好是全力略逝世的那一年 時間 只是差了兩三百年 但是是同一天 那這個很有意思 當然我們可以有很多的遐想 那麼 在他的認為裡面 宇宙可能是有幫的 或者是沒有幫的 我想這個我們暫時不去騰他 但是在這個宇宙裡面 是有無數無量的星球 我們也剛剛講 在我們腦袋裡面 小小殼子裡面 也有無數無量的神經元 所以我們怎麼去研究他 當然我們就是要問 聚觀還是微觀 那我們當然是要從聚觀來看 聚觀的話 我們要看的就是 很多的一些神經元在一塊 那麼剛剛這個是Hedgehog Hedgehog是什麼啦 刺蝟 所以這邊的話 大家可以看得到 從刺蝟慢慢的變成到 星星到人類 我們的腦袋不斷的在 體積在擴大 複雜度在擴大 但是我們不知道 或者說大家不知道的 事實上 小腦相對於大腦的體積 事實上也是 在人類裡面是最大的 大象的頭 它可能比我們人類的頭還來的大 但是相對的比較 人類呢 前額部分 事實上是所有生物裡面最大的 小腦相對於大腦的比例 也是最大的 那這個很有意思 這非常有意思 因為小腦的結構 它是非常的均勻 那它就有點像是我們現在的 平行電腦一樣 所以它可以做很多的平行處理 所以當大腦他學會一件事情的話 自動化的時候 它就跑到小腦 所以我們可以一邊騎腳踏車 一邊跟人家講話聽音樂 聽MP3 也不會跌倒 所以小腦負責了很多這種 自動性的一種 平行性的一個處理 這個是我們的人腦裡面很特別的地方 那但是 如果去研究這個腦袋裡面的 這裡面的一些展現 或者說我們心智 作用或者說意識的表現 或者說你說靈魂都在我們肉體上面的呈現 不管 我們如何能夠去把它視覺化 能夠把這裡面的 information 這些資訊的傳導 能夠把它視覺化 那這個是目前在科學上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 因為只有當你能夠直接去看到 腦部裡面怎麼樣子來行使這些 受受小形式 或者說情緒認知等等 那我們才能夠去進一步去探討 所謂的神經認知 神經生物學 或者說讓它產生的疾病 或者說我們可以去了解它 這個意識的狀態 所以視覺化 能夠把腦部的這些 我們可能能夠度量的深化也好 變身也好 把它視覺化 那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 再了解這個腦部的功能 大概整個歷史的發展 大概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所謂的 我們就是Legion Study 就是當大腦受傷了以後 那你觀察它的人格 它的行為 那可能幾個月以後呢 你才會發現 它的人格不太一樣 它可能記憶受損 或者說它的發展物 那這個就是 我們叫做併造研究 腦袋裡面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第二個就是比較Invasion 比較有清晰性的 就是腦殼打開了以後呢 直接在腦袋上面 記錄它的電波 或者說在腦殼上面直接刺激它 看它有什麼反應 那這個是大概已經在20年前 當時我們在容整裡做的 一些在開拉的病人上面 直接做記錄 第三種就是現在的 我們講說我們不需要 好像你去做一個SPA 或者說你去VT Parlor 到所謂的女容院去 那你上面就蓋一個頭罩 那我們可不可以知道 你的腦袋裡面到底 有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可不可以看著它 所以從屋有病灶到現在 飛行疑性很重要 那我們去視覺後 腦部裡面的資訊的處理 要談到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空間解析度 一個就是所謂的時間解析度 什麼意思呢 腦袋是個三度空間的物件 我們把它當作是物件好了 那我們能不能說 把在腦袋裡面發生的兩個事件 或者說它是兩個不同區塊的 腦部的區域 我們根本把它分出來 那麼把它分出來 分成兩個獨立的實體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我們叫做空間解析度 那時間解析度的意思就是說 在時間的前面後面的序列裡面 前後兩個事件 我們能不能把它分出來 它們是獨立的一個處理的過程 那這叫時間解析度 所以今天我們在談腦部的視覺化 我們就必須要考慮這個所謂的 空間跟時間解析度的問題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工具 這邊的話可以從小的分子 到它的圖處到細胞 那麼這邊是看整個腦袋 那這邊是屬於基礎神經科學的範圍 不是我們今天要談 這是微觀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聚觀 我們要看的是整個腦袋的一個作為 那麼時間上面的話 你要一個lifetime研究者 除了你比他活命 要不然你沒辦法去研究他 這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有沒有可能把這個時間縮小 我們能夠以更精密的方式 來去了解說這腦部的處理 所以我們目前在用來去看 人類腦袋裡面資訊處理的過程 把它視覺化 那麼它有幾個重要的儀器 或者說一些科技 那這裡面有腦電波 腦電波E17 有誘發電位ERP 有電磁波 MEG就是腦磁波 這是利用高溫操導 或是低溫操導 那你可以直接去量它的磁場的訊號 那我們也有所謂的Functional MRI 跟一般實證檢查 或者說所謂的症子PET scan 那它們的時間解析度都是在 可能從Minute Second 這個是人類腦部目前 我們能夠解析的 能夠了解的範圍 是在所謂的毫秒 那空間解析度 可能就是在幾個人的尺寸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些的技術 那看一下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放射到Innergy 所謂的功能性的噪音 那這個原理事實上 在很早以前 大概在150年前 就已經被發現了 那我們到現在才知道 怎麼去用它 那這個原理事實上很簡單 話說 當時 在蓋一個房子 那 剛剛好有一個人 從要蓋房子那個工具 經過 很巧不巧 一個石磚從上面掉下來 把他的腦袋打破了 所以他就打在地上 就昏倒了 那有一個 理髮師 那大家知道以前 理髮師也是醫生嘛 把牙一起來 然後 跑過去看他 然後就看了這個 面臨的腦袋裡面的顏色 因為他腦袋是破掉的 那 那接下來 這個病人就開始 抽筋了 危險 因為受傷 已經開始抽筋了 那麼他看了他腦袋的顏色 怎麼從紅色變成紫紅色 變成暗了 所以這是歷史上第一個 叫做Functional for Innergy 減工的腦袋 這是真實的故事 可能是我編的 OK 那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這個原理事實上很簡單 在 在我們的腦袋裡面事實上 我們有所謂的 帶氧血紅素 它是紅色的 去氧血紅素 它是比較暗紅色的 所以我們的靜脈是比較暗 我們的動脈是比較紅 那當我們腦袋在開始做工的時候 神經元開始 它必須要放電 或者說它必須要 開始有這個所謂的能量的釋放的時候 它必須要有這個物質 能量的來源 兩個 一個是氧氣 一個是裡面的葡萄糖 那我們先用的是 先用到氧氣 所以這個時候 當我們的腦部在做工的時候 它會消耗你的氧氣 然後你的氧氣跟 帶氧血紅素 跟去氧血紅素 在磁場 在MRI 持噸噪影儀裡面 它所產生的訊號 是不一樣的 它的巧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 比如說 在這個 這是一個scanner 叫掃描器 一般在做醫學檢查 做持噸噪影 就類似像這樣子 你躺在上面 但是呢 我們可以讓受試者 讓他去做 比如說視覺的測試 視覺的實驗等等 那接下來 有參與到這個視覺知覺的過程 不管它 到底是你的心的狀況 還是物質的表現 不管它 但是 身裡面 當有負責到這個 知覺的區域 或者是有參與 這麼要認識的 功能的區域的話 它會消耗氧氣 因為它的電信活動是增加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很 複雜的一些 數學跟統計的計算 每一個腦部的區塊 我們來做兩個不同的情境 下面的比對 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 上面的紅點 是經過數學統計以後 發現這個區塊 它的極破腦血流 事實上 這兩個情境 一個在基礎狀態 一個是在激發狀態 它們有產生血流上面的改變 達到統計的意義 所以你就可以把 這樣的樣子的功能性的概念 可以把它放在 解剖性的結構上面去 就可以把它疊在一塊 所以這樣子的一種觀念的話 就是一個 所謂的放射能 帶有這個所謂的功能性 但是大家記得 前面一定是小F 不是大F 是小F 所以你們聽過這邊的演講說 一定要記得是小F 不是大F 等一下我們會再考一次 那小F很有意思 就是跟這個弦樂器旁邊的F孔 是不是很像 很像 所以也就是說 有了這麼樣的技術以後 我們就可以去了解 腦袋裡面它的melody 它的弦律 還有它的一個整個的過程 所以基本的原理是這樣 那儀器的進步 當然也帶動了我們 去了解 每一個區塊的差別 那麼在我們的腦袋裡面 我們的皮質的厚度 大概從2到8mm不等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解析度 能夠去看到那麼低的解析度 那這是我們以前 比如說你會看到 這是個語言的一個處理 那這個是跟語言的文字的形態有關的區域 這個是我們在購音 我們在準備講話的區域 我們叫做Poca Area 那我們會看到一大坨 那這個是因為以前的解析度不夠 現在的解析度夠高 所以你可以在大腦的皮質 這個是灰質 比較黑的是皮質 這是神聚員所在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很精確的去把它描繪出來 到底這個時候在什麼位置 所以這個是技術面 那當然 你能夠把這些重要的一些視覺器 把它放出來之後 因為我們站在醫學的角度 我們希望這些病人是對 這些技術對病人有用的 等一下我們會再回過來 再談其他的問題 所以 有沒有可能 然後就把這些技術用在一般的 醫療的治療的過程裡面去呢 可以的 這是一個病例 我記得這個是 到時候大概十年前吧 開始我們建實驗室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 一個神經外科的病人 那麼他們不敢開這個刀 這個病人就推到 不是推到 就轉接到我們這裡來 希望能夠去找出 他的功能的重要的區塊 什麼叫功能的重要的區塊 比如說這個腦腫瘤 他事實上 他的位置 我們根據解剖學的知識 我們知道 他很靠近這個運動區 很靠近我們手部跟嘴巴的運動區 但是呢 外科醫生他一旦開進去了 以後事實上他是忙的 他不知道到底這一塊是做什麼 那一塊是做什麼 到底他的功能區的邊界在哪裡 不曉得 所以呢 在決定開刀的時候就很重要了 比如說 我們知道這個病人 在MRI scan 大家看到那個掃描儀裡面 大家做非常簡單的動作 一個就是手指頭的運動 一個就是 舌頭的一個position 就是舌頭的伸縮 那 很重要的 大家看得到 真的是有個黑黑的洞 真有個黑黑的洞 真是腫瘤 那麼啦 跟控制他的手部的區域 跟嘴巴的區域 就緊接在他的後面 可是問題到 我們不希望說開刀成功變人攤了 手術成功變人攤了 這個我們以前常常有 所以我們都知道 手術不能從後面做 他必須從前面做 第二個 我們可以把這樣子的座標 他的紅點這個地方就是 他負責運動手指頭的地方 一個意念跟控制的區域 那麼我們必須把這個座標 輸到開刀房裡面的手術導引器 在神經外科裡面有所謂的 navigator system 就是手術導引 你這個人攤刀到什麼地方去 可以定位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座標放進去 所以這個就是保護 保護病人 萬一你不做的話 病人看完刀可能貪了 他嘴巴可能貪了 你可能讓一對相愛的類人 可能就分手了 他沒有幹嘛跟他另外一半kiss 對不對 所以就造成醫院線的傷害 然後保險公司就會告你 所以現在醫生很不好當 有一個故事 那網路上會惹醒的故事 等一下再講好了 所以是保護 接下來當然我們要去知道 比如說癲癇 癲癇的發作 那麼它是從什麼地方來 比如說我們可以利用腦磁波 以這是306個頻道的低溫超導 那你可以進入到腦袋裡面的磁波 腦袋的磁波實際上是非常非常的微弱 它比我們的外在的空針的磁場 可能是低了10個 -12次方 那麼低的一個磁場 所以必須要有非常精密的 受死阻絕空中的雜訊 我們才能夠進入到腦部裡面 當它在做活動的時候 它的磁波的一個現象 所以這個是一個不正常的一個磁波 通常公審的話會產生這個不正常的磁波 所以你在外面進入到這個磁波 那麼我們可以利用反向 我們解這個反向的問題 到底說我現在進入到了 那麼它的來源從哪裡來 所以每一個紅點是代表 每一個磁波的發生的位置 所以呢 所剩我們就可以從這裡把它切掉 所以這個是一個找出併造的一個方法 可是呢 我們面對的問題並不是只有這樣 這是一個腦磁波圖 大家如果注意看這個時間在跑 它是從差不多-100到-300的ms左右 那這個是小腦 這邊是內頁 這個是頂頁 這是腦袋的上面 這是後面 這是從側面看 從左邊看 所以你會看到在不同的時間裡面 不同的空間裡面 事實上腦袋的區塊做了非常多的computation 做了非常多的計算 所以在不同的時間 那麼它有很多的一些概念出來 那麼在認知科學裡面 對於腦袋的處理這些資訊 我們大概有三個model 三個理論 一個就是sequential 它是前後處理的 我一個視覺的訊號進來了之後 我會有比如說我先處理顏色 再處理形狀 再處理它的一些輪廓 那麼接下來我才得到一個總和的概念 這個叫做sequential 另外的話它可能是平行處理 這些訊號進來的時候 同時在處理 或者說這些訊號進來的時候 它是必須尤其它是善在式的處理 所以從這個很簡單的 一個300個毫秒 1000秒裡面把它切成1000份 中間的300份裡面 事實上你看到腦袋在做非常多的計算 這個計算到目前為止 我們全世界所存在的高速電腦 它的速度都沒有辦法超過它 都沒有辦法超過它 你知道這個人在做什麼嗎? 他在做2加2等4 3加3等6 這麼非常簡單的一個數學的計算 但是呢 這裡面 我們腦袋裡面 不管因為沒有資格 它的計算量大得不得了 好了 一個很大的奧秘 事實上很特殊 大自然的說話 真的有時候我們真的不了解 但是哪裡不能不驚嘆 所以我們的身體裡面 所有的器官 我們都有神經細胞的 它的怎麼講 projection 就是說 每一個地方都有神經細胞的豐富 神經的突出 神經的受體 全身體的器官只有一個是另外 就是腦袋 腦袋裡面它沒有自己的感覺神經 所以腦袋感覺不到它自己 所以你感覺不到你的腦袋在做什麼事情 但是你可以感覺到你的身體在做什麼 那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提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腦袋 他能夠感覺到他自己在做工的時候 你會呼不清楚 到底這個時候 你的知覺是腦袋裡面的呢 還是外面的世界 你會呼不出來 所以你就會變成像精神分裂一樣 我們後面會講 靈魂出竅的一些問題 所以就會變成是 你是跟外在是有disocial 你有脫離的 我想像這樣 為什麼在大自然的造化裡面 人體的器官只有腦袋本身 它沒有辦法去知覺到它自己的運作 它沒有感覺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不解之謎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那在座可能有很多的是醫生 也許他們可以回答一下 那不管怎麼樣 這個是一個 我們現在還不太能夠了解 為什麼 這麼簡單的一個心智的律算 它需要用到那麼多的區塊 而且 每一個區塊到底它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含義 我們或許知道一點點 但是我們還不知道全部 我們再往下看 還有20分 我講了那麼久 我還有好多東西 OK 我沒有可以看受體 那我們可以看結構 好像沒有太多時間 OK 好像我嘴巴太多了 OK 那我們暫時就把它跳過去 我們進到指教體裡面去 在腦袋裡面 我們有非常多的區塊 那麼波德門他是在很早期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老組織學家 那麼他把我們的腦袋 根據他的組織的分化 把它區為52塊區域 然後這52塊區域 事實上是非常的重要 事實上牽到這裡 它都是對的 在不同的區塊裡面 負責不同的功能 比如說 46 他跟我們的working 跟我們的記憶有關 那麼啦 視覺17 聽覺41 42 運動可能是在4 那麼3E 可能是在 挫耳知覺 那後面的話 都是跟身體的感覺有關 然後39 這個地方的話 很重要 他跟我們後面要體的一些 靈魂出窍 或者說 所謂的身體 會有很大的關係 而在腦袋的正中間裡面 有不同的區塊 那麼這些區塊呢 它也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我們等一下會停 那我們跳過去 那對於腦袋裡面 有沒有什麼一個中心 那麼他真的是執行一個 所謂的一個功能 那目前我們並不認為這樣 我們認為說 事實上 腦袋沒有什麼所謂的中心 每一個事件 每一個經驗 每一個情緒 都是腦袋各種各種不同的區塊 它同時做工的一個結果 所以比如說 運動 那他一個音樂家 他可能要運動 他可能有感覺 他可能要聽他可能要看 所以塑造成這個樣子的經驗 是所有的區塊 共同做工的結果 那在我們的腦袋裡面 事實上 更重要的一個區塊 是在正中間裡面一個吸行 那麼這個在我們的低等動物裡面 是非常的發達 但是在人類裡面的話 事實上也是很重要 它是為我們正中間 我們這裡跟我們的情緒 跟經驗 跟記憶 都有很大的關聯 那 有了這樣的技術 那我們能不能去做所謂的 Mine Reading 讀心術 能不能知道你在想什麼 你就用把它視覺化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圖 它中間的一些紅點 我們現在知道說 這個是所謂的視覺區 那麼這是所謂的視覺的運動區 OK 那當我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推 到底這個時候 他在做什麼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說這個人 他可能在經驗一個視覺的經驗 這個經驗 他是會動的 或者說他是在想像 一個視覺的過程 一個記憶 這個記憶裡面的東西 他是會動的 為什麼 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邊有兩個不一樣的刺激 一個是會動的 一個是不動的 那麼這兩個都是視覺的刺激 所以它都會激發我們的 原始視覺皮脂區 是最原始最原始皮脂區的訊號的 可是當時又會動的時候 這兩個 怎麼叫做V5 它才會亮起來 所以我們知道 這兩個區域它是跟運動 跟視覺運動會有關聯 那麼 在英國有一個案例 他的病人剛好是兩邊 他看不到在車子上 在路上的車子他看不到 他看不到 所以在動的人 他也看不到 所以他只能看到 是當車子在弘力都停下來的時候 他才看得到 所以這裡面就告訴我們一件問題 當你的感官不存在的時候 有問題的時候 當你自覺不到外在的世界的時候 事實上外在世界可能是存在的 但是你感覺不到 因為你缺少了那個感官 好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現象 那當然知道了之後 我們能不能從這個腦部裡面的 這個運作 用來預測 到底它 是在做什麼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 my reading 讀心術裡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我們能不能從腦袋裡面的 它的活性 來預測 它的狀況 那麼這個是非常有趣的研究 作者少了1700張的圖 那麼他去看這個大自然裡面的 比如說橘子啦 蘋果啦等等 那麼這裡面 他去看腦部裡面的不同的位置 就是他的反應的波隨著時間 把它記錄下來 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每一個物件 他都有一個退門的配奔 然後啦 再拿出了120張新的圖 讓他們來看 這個時候啦 然後啦 從他的腦部裡面的反應出來的 腦部裡面的反應的圖 用來預測 到底他正在看哪一張新的圖 120張新的圖 那準確率高達92%以上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就是說 未來我們或許可以從你腦袋裡面的 激發的pattern 它的形態 那我們可以用來去重建 這是他所看到的視覺的影像 到底是什麼 我想大家可能看過關鍵報告 那裡面有三個有特異功能的女生 他會看到未來 可以把它的心象裡面把它解釋出來 變成是一個 實在世界裡面的這個所謂的影像 所以這一片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 當然 有的這些訊號 重要的就是說 能不能把這些訊號 我們能夠了解腦部的處理的過程之後呢 可以透過這個腦部的一些訊號 我們能去幫忙這些病人 讓他能夠 不管是肢體殘障 或者說是中風 或者說是因為等等等等 有沒有辦法把這些腦部的訊號 當作是一個驅動的界面來看 那麼呢 可以在不同的 比如說他的患訊側 他的沒有辦法的處理 那麼呢 能夠透過腦袋裡面的意念想像 我們來驅動 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協助給某一種方式 所以 事實上 很有意思喔 那 在 實驗室裡面 我們 這個叫做所謂的 意念控制腦袭界面 我們叫做PCI 那我們現在 在實驗室裡面 大概進到第四代 我們可以 比如說 讓病人他是看 電腦螢幕上面的 A B C D E F 那 病人在看他的時候 大概三秒鐘不到 我們就知道病人在看這個字 所以電腦就可以自動就把這個字 把它維持出來 所以你可以拼音 用Performable 或者用A B C把它拼出來 那麼接下來 他就可以去做很多的指令 當然更重要的就是說 能不能直接去 從這個腦袋裡面 去驅動它 就是比較Investive 就是植入晶片 從晶片裡面 去控制這些所謂的膽子 或者說 他就直接透過他的腦袋裡面的意念 去驅動機器手 那就是在2006年 他們在鬍子上面所做的一個智商 是可行的 所以目前很重要的就是說 能不能 在脊椎損傷 或者其他的問題 我們直接進入到腦波 然後在他的肌肉上面 埋下很多的電子 可以把這個訊號 變成是一個 有序列的 有抑鬱的 控制的一個 一個 一個界面 那 重要的從這邊 才真的要開始 生命的開始 當然是從媽媽的肚子裡面開始 所以 在我們的基因裡面 事實上 他有一個program 這個program 是已經固定的 在媽媽裡面 小孩子 他的腦袋的發育 身體的發育 什麼時候會什麼樣 胚胎的發育 會怎麼樣 這個都是定好的 那從 大概是幾週 到後面幾個月 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媽媽肚子裡面的小悲哩 他的MRI 持症炸人的形象 那麼他是很平的 逐漸的越來越重 複雜度是越來越高 所以這個是一個 在發育上面的話 在腦袋裡面的一個自然的 一個 一個偷的 一個生命的偷的 就是 但是 對於 我們 醫學也好 或者做生命科學也好 或者說 我們在探討這個時候的 心靈科學也好 我們會去問說 到底 一個小悲哩 他長到多大 他才能夠叫做一個人 那麼 在多久以前 事實上 他可能還不算是 根據Webis的定義 他可能還不是一個人 所以就是說 他有一個意識 那 這裡面有很多 大家都 有很多 都有生過孩子 媽媽都有經驗 小孩子的胎動 可能是 16到20週 18週 因為可能 他小孩子的胎動 可是這個胎動 並不代表 他是正常的 因為 糖色症 或是蜂草症的小孩 他一樣的 也會動 也是會動 所以這個動 只是一個反射 那 當然我們會問 到底 在這個小孩子裡面 什麼時候 他的腦袋 事實上是有 意義的 所以呢 就有 叫做 所謂的 小悲哩的腦磁波 他的 機器就是沙拉 那 這裡面都是低溫超導的一個POP 那媽媽 大大的肚子放在上面 那麼 你可以去偵測到這裡面 小悲哩的腦袋裡面的反應 那這個是蠻大的一個突破 那全世界只有這麼一台 那 在阿坎小信 因為他實在是太貴了 直播一台 都是上 造假都是上映 真的是貴的不對 可是呢 在這裡面 很有意思的 在差不多26週的時候 已經可以進入到腦袋裡面的他的法醫 至少他對這個聲音反應是存在的 但是他還有沒有意念 有沒有意識 有沒有開始組織思維 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當然在成長過程 男生跟女生會有不一樣 那 結構上 就是 紅色是代表是女生比較大的 藍色是代表 男性比較大的 好 那 很有意思 那麼在女性結構 他比較厚或比較大的地方 是跟我們剛剛講的那個C-Share 那個跟我們的情緒管理等等都有關的 那他是 好像是比較大了一點點 那到底這樣子的一個結構上面的差畏 跟男女性的差異 跟他的能力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們事實上還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在有些官員分析裡面 事實上了解到 比如說精神分裂 那麼 那麼這段的女性呢 他們事實上在結構上面跟男性 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同性戀的腦子 跟正常的也不一樣 他的夏斯丘 同性戀的腦子夏斯丘 是比較小一點的 那這些 基本上面的這些 發育上面 或者神經結構上面的一些 埋藏在基因裡面的這些因子 可能就是造成他在性別認定 上面的很大的一個區塊 他可能不小心他是女兒生 可是他是男孩子的一種 認同 所以這個是值得我們去思考 另外的話 在腦袋裡面很有趣 這個是所謂血清素 這是男生 女生 越是黃色的表示說 他的速率 他的 他的結構 或者說他裡面的含量是越大了 那麼在女生 事實上是比較低 男生比較高 那我們知道血清素跟情緒是有關的 那在女生的血清素是比較低 那這個是不是也就意味 那我們也知道血清素跟你的情緒 跟你的憂鬱症是有很大的關聯 所以這個是不是也意味著說 女性在情緒上面 或者說在憂鬱症上面 他的比例大於男生 或者說他比較容易受傷 是不是也是因為這樣子的一種概念 當然我們現在不知道 不過有這樣子的可惜性 那除了結構上面的一個固定裡外 在我們的認知 或者說我們的cautious 保持一個意識 我們能夠成為一個 有一個正常意識的狀況 事實上這個也是在記憶裡面是定好的 那麼正常的意識呢 沒有做任何事情 我們保持有一個正面的狀態 保持有一個意識狀態 事故之下 到底是在腦袋裡面 哪些奇怪還複雜的嗎 那這裡面是很有意思 再換一支 都被我講壞了 我要趕快結束 不然等一下房間我會塌下來 那2004年實驗室裡面 我們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察 那這個觀察 事實上 讓我們去了解所謂的意識 在最基礎的狀態 到底我們怎麼樣子的維持 我們是一個知道自己 我們是存在的 那沒有做任何的事情 只是在MRI裡面去做掃描 那10個受制者 每一個都出現那個家 表示說他們每一個人都有 這個腦部裡面的這個所謂的連結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在腦袋裡面 有幾個區塊 它是以那麼低的一個頻率 0.015每秒鐘的震盪的幅度 那他們事實上 有這樣子的一種同步性 那這種同步性代表的就是說 這些腦袋的區塊 他們是不斷地在communicate 在交通 在溝通 或者說他們在共振 而這些區塊呢 實在是對我們來講太重要了 後面我們會提到幻肌 會提到靈魂出鞘 跟這些區塊都會有很大的關係 第一個區塊就是後面的 就是腦袋的外面 在左側 右側 兩邊都有 那我們叫做上頂頂頂 跟下頂頂 你可以要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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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區塊呢 跟我們的身體的知覺 你的感覺的統合 還有呢 你能夠認識內在跟外在的世界 是有關係的 第二個很重要的區塊 在馬帶的正中間 那在後面 那這個叫做precunious 或者說我們叫做後空帶回 那這個跟你的記憶 跟你的了解說 我認識到我自己 我知道我的存在 那很有很大的關聯 那前面這個區塊 我們叫做正中內側的區 那這個區塊跟你的文革的完整度 還有你對於情緒的完整度 都有很大的關聯 這個區塊如果出了問題的話 很容易就會造成憂鬱症 所以很有意思 當我們沒有做任何事情 但是只有說你保持清醒的時候 這些區塊 反應著我們對於自己 跟對於外在世界的一個 裡面的心智的一個歷程 事實上是這個 我要保持我的有意識 我要知道我自己 我知道我存在 我知道外面的世界 然後呢 我能夠人格完成 我能夠整合我自己的所有的東西 然後呢 我可以不斷地去 跟我自己所存在的記憶 來做一個比對 了解外面跟內在 所以這幾個區塊 他們都會用同樣的頻率 來做這樣子的共振 如果這幾個區塊出了問題的時候呢 怎麼辦 會產生什麼現象 九二一大地震 那我們就有一些病人 他們就是所謂的創傷後症後群 那這些雙腸後症後群的病人 事實上 他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症狀 就是極度的憂鬱 重度的憂鬱 然後呢 靈魂出竅 雙靈魂出竅 他們靈魂 他的心靈不在了 他跟你講話的時候呢 他一下子就閃神 一下就失神 他就沉浸在他的一個 悲傷的一個狀態裡面 那我們想要去了解他的 所謂的下意識的一種狀況 所以呢 我們就讓我們這個病人 去做一個認知的測試 這裡面有不同的顏色 前面有字 那麼病人被要求 他必須去驅變 後面到底是什麼顏色 但是前面呢 我們買了一些字 這些字可能是中性字 可能是跟他的情緒 當時的經驗有關的 比如說巨小和黑暗 然後呢 我們是比對這個有情緒的字緣 跟他的經驗有關的 跟他中性的來比對 你們會發現 我們剛剛講說 基本基礎狀態的 意識狀態 在這個地方 跟他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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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 這是跟他的原格情緒 的完整性 有關的區塊 他都不正常的放電 正常人並沒有這種問題 所以問題來了 這個是什麼 是因為他的心理創傷 造成他腦部永遠的記憶 所以像天神一樣 不斷的去放電 然後接下來造成他不斷的 有這樣的一種情緒的問題 還是因為他的這些結構出了問題 所以他產生了這個心理症狀 所以到底是腦袋影響心 還是影響腦袋 前後因果不知道 但是呢 我們看到這裡面的一個展現 這個我跳過去 因為時間不太多 我們要能夠去了解自己 了解外在 同理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麼在目前我們了解說 在同理心 他的神經的基礎 可能就是一個所謂 近上神經元 近上神經元 最早就是在動物上面發現的 實驗者發現 當他在這個 心心的腦袋裡面放電子的時候 他去拿香蕉 然後這個運動區的區塊 他會有這個放電子身上 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原來 當我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拿動物 他會去思考 他去瞭解 你做這個動作到底是什麼 所以 我們能夠去瞭解地方的感受 沒有這個同理心的話 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一個 研究生 他已經批育了 他是之前科的醫生 那麼他做了一個研究 非常有趣 針灸 那麼讓病人 受死者 他沒有接受過任何的 針灸的經驗 讓他們去看這個圖 所以他會去看這個圖 另外的話就是 這些針灸師 一樣一群正常的人 一群針灸師 讓他們去看這個圖 然後去看他腦部裡面 他們的反應的不同 這裡面就點出來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訊息 正常組在看 針灸刺在不同的體位的時候 跟疼痛有關的區域 事實上 他是被激發了 我們知道這個地方 跟疼痛的認知 疼痛的感知 疼痛的感受 還有他的一些情緒的處理 有關的 這是跟疼痛 可是在針灸者的話 他的疼痛的區域 並沒有出來 而是在情緒的管控區 他的調控區 他反而出現了 當你去問他們的時候 他不覺得痛 他會覺得說他覺得不舒服 就像剛剛我們這位 聽說人家講 他覺得不舒服 這個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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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說正常人 他有同理心 這些專家者 還沒有同理心 這是對的 他如果幫你治療 他扎根的時候 他自己都會覺得痛 他這個真是扎不下去的 你知道嗎 所以醫生沒有同理心 外科醫生在開刀 手術好裡面 你要開到的 只有露出你要開到的部位 不是讓你看到全身 因為你如果看到全身的話 你這一刀是劃不下去的 因為你是在殺人 可是那如果只有露出那個部位的話 你不知道劃下去 你不所謂 我只是在刮那個地方 所以外科醫生 他必須要調適 或者說任何的醫生 他必須要調適他的同理心 他不能跟你一樣一起痛 他如果感覺到你在痛的話 我想他大概很快就進進去進驗了 因為他會受不了 所以這個cycle差 所以我們的一些信念 在腦袋裡面 的確是有他的一些運作的痕跡 或者說他的一些記載 疼痛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瘦 那2007年的統計 全美國大概也不過三兩三一年而已 但是呢 2006年有9000萬的人口 他會有很多的慢性的疼痛 必須要處理 那麼我們說 憂鬱症是這個世界裡面的三大疾病 他只有1900萬 這邊有9000萬人口 所以你就知道 疼痛真的是人類裡面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而且是消耗資源最大的地方 那重點 我們不再跳過去 這裡面其實很重要 那我們再去談說 所謂的Mind and Body 心跟身體 身心的作用 那麼在醫學裡面 事實上也是藥廠裡面最討厭的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安慰劑的效用 一個藥出來的 它要的確有治療的效果 它居然不是安慰劑 那什麼叫安慰劑呢 就是這個藥基本上 它沒有任何的作用 它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症癌手而已 但是你如果說 告訴病人說 這個是絕對可以讓你的病可以好的 你的朋友可以減低的 一旦它對你產生的相信 所謂的比例 不管宗教也是講信 就對它相信 一旦它相信的時候 這個效果就會出來 那這個是控制 正常的狀況之下 那麼這個是PACIVO PACIVO就是安慰劑的效果 那這是我們注射 在受試者 全部都是受試者 那這是從石道裡面 到哪一個氣球 當你把石道撐開 它會覺得痛 那這個時候呢 大概16個SUT 那麼我們可以把它的疼痛 這是身體 這個是肚子 然後它的疼痛的範圍 正常情況 你告訴它 我現在打的是實驗水 它是沒有任何的效果 所以你就看到了 它的疼痛的範圍 16個SUT 這麼大 但是你如果告訴它說 這個是萬寧丹 絕對會讓你的疼痛 會緩解 這個時候 它的疼痛的區域 顏色代表說 它的強度跟它 大家有這樣子的感覺的位置 重結起來 所以它整個都變小了 而且它也變淡了 所以這是在PACIVO 關注到說 你的心念的瞬間的一轉 你有這個信仰 你有這個PACIVO 在你的肉體上面 你就呈現了 這麼樣的心靈的一個效果 重要的在這裡 左邊A 是代表說 你給它打實驗水 但是你告訴它說 這個是 實驗水沒有任何的效果 那這邊是腦袋 我們從上面看下來 這是右邊的腦袋 這是左邊的腦袋 這是腦袋的前面 這是後面 那這些紅點的意思呢 我都不暫時不去解釋 我只是告訴大家說 這個區塊 它是跟疼痛 我們剛剛講的 Singular Cortex有關 那麼這是跟它的 具體的感覺區域有關 這個是跟內臟 它知道它自己 有什麼要出現的 什麼問題 還有包括它們內臟的 感覺區域 insula 還有它的飾秋 對於所謂的 我們所有的觸覺 所有的知覺 它必須要集中在那個地方 在轉到大腦皮質的區塊 那麼它有很大的一個佛性 但是呢 當你告訴它 這是萬靈丹的時候 一樣的強度 一樣的刺激 它的物理量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 它腦袋呢 這些區塊跟疼痛有關的 幾乎都 它的佛性幾乎都 或者不見了 或者不到達統計意義 或者說它整個都變小了 它的佛性變小了 換句話說 這個是我們的心靈的力量 在腦袋裡面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是所謂的 Pasibo的一個效果 那問題又來了 問題又來了 我們的心靈的力量 在我們的身體展現的是一個 你疼痛區域的縮小 在腦袋裡面 它產生的是一個 你對這個疼痛的感知情緒認定 那麼它整個的情緒的網路 也整個的縮小了 但是 最後最後 到底是誰 讓這些區塊變小 怎麼樣子的一個 最後我們的意識的作用 能夠在腦袋裡面 是有這麼樣子的一個POWER 讓腦袋這些 負責這個疼痛的區塊 整個的作用 都生小了 那麼拉 造成你在身體上面 一個整個區塊的感覺 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目前 解不開的命運動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十億個 十千億個神經人 怎麼樣子 組合成一個非常有主體的 一個完整的 可以生死 自由意義的 一個主體 這個心到底在哪裡 不在這裡 不在這裡 佛家講說 心不在內 不在外 不在中間 我覺得很有意義 很有意思 因為你真的 你只看到心的作用 但是你不知道 到底這個身體 在你到了什麼地方 那 這是一個病人 我們講說訪 大家都有說訪的經驗嗎 沒有說訪的請舉手 沒有 舉手表示你沒有說訪 因為你承認你說訪 還說你沒有說訪 好 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 媽媽都會講我不能找謊話 但是有一次 可能大家都有信念 我記得非常的清楚 媽媽爸爸可能太累了 他們需要休息一下 就告訴我說 如果等一下有人打電話來的時候 你就跟他們講說 爸媽不在 我講不出來 因為對我來講 這個是對我的一個 內在盜走的一個衝突 因為你不能欺騙 所以我真打了很久 所以印象到我現在 我都還記得 你們有沒有這種經驗 哪有的舉手 怎麼只有我跟你們多問 所以我是保證 OK 反正 不管怎麼樣 這是一個欺騙 說謊或者說不成熟 這是一個 肌血損傷腫瘤的病人 開完道以後 他在這個地方產生了一個疼痛 外表是正常的 然後 檢查看起來是否 可是你正常碰他 你稍微碰他的話 他會痛得不得了 這個我們有一個特別的名詞 叫做Alotinia 他的意思就是說 正常情況之下 這種接觸的這種刺激 不應該引起你疼痛的 但是在神的一件病病的時候 他會產生這種疼痛 而且你的外觀是正常的 這是對的 因為 我們之前做了很多 的做他們的研究 有一個女病人 他因為 拔牙 之後發炎 然後 神經拔掉 但是他整個臉 碰得不得的 他不能吸臉 不能吹風 不能碰到你的東西 我不知道他怎麼保持他的美麗 因為他不能吸臉 那 OK 所以我們在正常測 我們去 觸他 用毛筆去刷他 你看不到太多的紅色 紅色代表說 腦部那個區塊也在做工 但是你在他的 Alotinia style 就是說他會痛的地方 你輕輕地刷他 不得了 滿張紅 左邊的腦袋 這前面後面 這是正中間 這是右邊 這是腦袋的後面 左邊 這是右邊 這是腦袋的右邊 從外面看 這個跟疼痛有關的區域 跟運動控制的 運動輔助區有關的 還有跟飾丘 還有包括我們的一些 跟情緒處理 另外的話 腦幹裡面的一些 下行性的調整疼痛的系統 全部都紅起來了 然後另外呢 跟免死處決 刺激處決有關的 也都全部都紅起來了 老實說他真的是 痛的不得了 所以這個就 我們有一個兔網 能夠去區別 他到底有沒有在說謊 那這個對我們很重要 現在國家經濟不好過 各位的經費 事實上也都越來越差 很難申請 所以 如果說這是在國外的話 那我這邊有保險的朋友 在這裡 所以我們如果說 有所謂的保理陪 我們必須要認定他 到底是不是真的還假的 這個方法 絕對有效 那如果說這個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人 他理得可能是上千萬保 或者上億 要多老十分身就好 那我們就可以有很好的研究經費 這個是可以解決 國家財政裡一個很好的投資 OK 但是這個 還不重要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蛤 不知道了幾首 知道了幾首 知道了什麼 都不知道 又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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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ss your fingers behind 要表示什麼 我說話不順話 對不對 我剛剛講的都不順 蛤 好了 怎麼辦 這兩個 這兩個 甜甜蜜蜜蜜蜜 也愛的不得了 所以在國外 在英國 他們就曾經把熱戀中的情侶 放到這裡面去 讓他去想到另外一半 然後去看他腦部裡面 跟愛情有關的 這些網路 那神經網路 看他到底是 真的是想到快死 還是說 還沒有 好 所以能不能這樣做 然後呢 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三個禮拜前 在報紙上面 兩個禮拜 在印度 法庭 採納了一個方法 就是說 用腦電波 的檢測 除了一般的測法人之外 他用腦電波 判定了一個 一個罪犯 他必須要 關在檢檬裡面去 所以他是利用腦部裡面的活性 來判斷說 他到底他是不是真的犯了這個罪 那 大家可以看得到 當你在說實話的時候 可能你腦袋的活動是這樣的 可是當你在 說謊的時候 你的腦袋做了很多的事情 你可能在想說 我這個時候 應該要怎麼做 應該要怎麼講 所以你有衝突 你有一些對一些角色上面的判定 你有一些語言的一些認定 所以好像可以當作是一個 吹謊的一個概念 那 在犯罪 有關罪犯的這個研究裡面 有兩個非常常用到的一個就是 Guild Knowledge 就是說 他知道了 那另外是可能是Concile 騙他 換句話 你可以做一個隨便的說 好啦 你讓這個 售事主看一個牌 那麼你告訴他說 你要記住這個牌 那接下來 你另外再給他一個 那個叫做POP 另外叫做Target 就是說你要記住他 每次你看他這個牌的時候 那你就要按這個鍵 那其他的牌 其他的花色的話 你就不要按鍵 所以這裡面 他隱含了就是說 他知道一個事情 可是他必須要把它當作不知道 來處理 那就是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這就是Guild Knowledge Test 這是非常常用的測謊 那我們之前曾經跟 增防局很久以前 曾經試著想把這樣子的一種概念 用在一些測謊上面 希望能夠協助對方的認定 那這個研究呢 很有意思 在做這樣的一個測 一個謊言的時候呢 這邊有個區塊 它是在所謂的腦袋的下緣的地方 這個地方跟他的決策的一個選擇有關 好啊 這裡呢 跟他的衝突 Response selection 他必須要去做一些解決 他到底要這樣子還是要拿著 所以他會有一些反應 那很重要的就是說 在測謊的研究裡面 我們常常就是說 他沒有通過測謊的一個檢查 那什麼叫測謊 很簡單 那實際上就是你的手指頭上面 綁了一個電子的記錄去 當你的 當你在開始有些 所以內罩的衝突的時候呢 你的自主神經 它會跟著 有這種所謂的腥生的反應 所以這個時候 你的觸感神經可能會興奮 那你一興奮的話 你會改變你這個地方的血流 這個血流一改變的話 會改變你大概他的主抗 所以你這個波 就會產生了很大的劇烈的振動 那麼 他跟這個測謊儀 來做一些比對 來做一些測謊 做一些關聯 事實上 測謊他的一些參數的改變 他的周邊的自主神經的改變 跟腦袋裡面的一些區塊 事實上 他們都有非常的共同性 幾乎很多地方是在同一個區塊 所以 這些study出來以後呢 國外就成立一個公司 叫做 No-Lie No-Lie Company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是 沒有欺騙的公司 專門在測你有沒有收穫 而且聽說 投資非常的多 其實因為 照準研究出來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你可以用你的腦袋來看 來predict 來預測 你到底到底是你腦袋裡面 看什麼樣子的圖片 那 所以呢 這個 市場就來了 很多投資都開始出來了 那 未來會有這個所謂的 No-Lie Company 當你要結婚的時候呢 去那邊測一測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愛我 那 你從腦袋裡面 事實上測謊 你可以騙他的 有技術的人 事實上 你可以騙過測謊 情報人 有受過訓練 我知道怎麼做 但是我不教你 但是 真的在腦袋裡面 你一看 如果你有經驗的話 或者說你知道這個 腦科學 這裡面哪一個區 它代表什麼意思 你能夠解讀它 事實上 也是可以有這麼樣的概念在進行 那 自從神經科學 越來越好了以後 那麼很多的科學 前面都教了 Neuro 教了神經這兩個字 那 前兩個禮拜 澳洲的國歌會的主持來 那麼我們給他做了個簡報 他是數學家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未來會有所謂的神經數學 他在那邊大笑 因為他做的研究是做腸胃的神經 到底怎麼來的 我覺得那個很聰明 我們常常就會講說 你很有膽識 你很有膽識 那外國人講說 你有gut feeling 你有你的腸胃的感覺 你也很有信心 講的都是腸胃到 事實上是沒有錯 我們的身體 自己的神經系統裡面 除了交感 副交感 腸胃到另外自己的腸胃 一個神經系統 所以我們現在也說的 Neuro Getsch 1 Trophology 神經腸胃學 那這邊講的是 神經政治學 我們現在碰到太多政治人物 你不用告訴我 十分鐘我自己知道 OK 現在他很流行道歉 陳總統道歉 馬總統道歉 六三三道歉 林荒譽 瑞斯主黨也道歉 怎麼辦 美國選舉快到了 你要選歐巴馬 還是你要選馬堪 哪一個比較誠實 哪一個比較誠實度 哪一個比較誠實度 你要選哪一個 在這邊選Litobie Spons 大家都沒有反應 對他們都會冷冒 所以未來未來 也許國家領導人 必須要請他來做一下這個 看到到底是不是講真話 要不然馬上好 但是馬上回復的事 馬上慢慢好 知識 Fictionary 很有趣 我們在哲學 前面講五個狀態裡面 我們講知識 人類之所以能夠 很多的knowledge 可以傳上來 是因為 我們能夠把很多的 具象的東西 用一個非常簡單的名詞 來帶來一系列的 複雜的觀念 不管他是具象的 還是抽象的 所以這個知識 到底存在腦袋的哪些地方 那這個就是一個腦袋裡面 為什麼 當我們是想要一個智慧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自動去把它搜尋出來 而這些知識存在哪裡 那麼他是先驗的 他還是後驗的 是先天的 還是後面隨起來的 再把它儲存起來 那Damasio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神經類科的學家 那麼他是全世界非常大的一個權威 那他後面我會講Gambole 我們在做神經經濟學 我們用神經科學來做經濟思維 那他偉大到什麼程度 我們有一篇論文 沒有訪駁他的學說 我們被12個雜誌退稿 退了兩年 所以影響力非常地大 但是我們也證實他 事實上他也有些錯誤 然後後面我們再講 那Damasio他很非常的 我覺得他實在是很棒 很棒的原因是因為 他是神經濟學醫師 可是他真的是非常去思考 到底這裡面的一些意涵是什麼 100大概05個病人 他們都是在腦袋裡面 都有一個單一的腫瘤 這個腫瘤的位置 都是在滅月的地方 所以他在滅月的 就是腦袋側面 前面後面 滅月的前面 中間或者是後面 他發現了 這些病人他們會出現問題 你給他看一隻狗 他知道那是狗 他會使用你 這個狗是會旺旺 他會跳 他會跟你親近 可是 再找這隻狗的這個 衝向的觀念 這個字 狗 不見了 他不會走 那有些病人 那麼他在 比如說在比較後面這個區域 你給他一個工具 他會告訴你說 這個工具 可能是用的打金子 用金子的 比如說Handle 這個工具 不一樣 可是 他就是講不出來 這個工具的文件 換句話說 他的知識 Lexico 他的字典 腦袋裡面的字典 不見了 所以 後來 他就又在正常人上面 做了 這樣子的一個測試 那麼去看 正常人 到底跟 有病人 病人 到底他們連結的關係是什麼 很有意思 那麼 就是腦袋從這裡面 一直往上看 所以這個是person 人 這個是動物 這兩個都是有生命的 這個是沒有生命的 然後就發現 沒有生命的 他事實上是在後面區塊 那麼有生命的要分成人 跟 比如說不同人的名字 那麼 這個是動物 可能是狗 貓熊 等等 那麼他是在介入中間 所以 所以 我們的腦袋裡面 他是有分類的 那麼 這些分類 這些抽象的觀念 在不同的區塊裡面 它是存在的 所以 當我們有這些觀念的時候 我們要去思考 那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學的是中文 所以我們當然是用中文在思考 但是不見得 對於朱算的人 他不見得用中文在思考 比如說 我們在做一些加法 稱法 我們會進階的稱法表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 實際轉成語言來講 可是對於朱算的專家 他不需要 他的腦袋裡面 他有一支算盤 他的武功最高 手中無算盤 心中有算盤 到最後 他心中也無算盤 真的是這樣 我們做過朱算七段的 這些人 他實際上 他腦袋裡面 實際上就是有朱子 所以他在做很複雜的成法的時候 他的腦袋裡面 控制手指的運動和區塊 他是會有活性的 那 中文跟英文不一樣 我們說有邊圖邊 無邊圖中間 問題是 這個條例好像不太對 原跟脈 可能是原脈 這兩個字定在一塊 你怎麼讀 原脈 不對吧 要讀 可是英文就不一樣 他是可以唸出來的 他是拼音的 雖然你不知道這個意思 但是你知道這個意思 我都管你 所以增值了很多人 說我們中文的文字的結構 我們有 剿戒、形成、轉柱、象形 還有其他 還有兩個 我記不懂 有六個 這裡面有象形 所以中文字裡面 有很多是象形的一些概念 所以很早很早 常記了一直認定說 中文的處理跟英文的處理 不太一樣 認為是說 我們都是說 左腦右是左腦右是 左邊處理語言比較多 但是中文因為有這個特性 所以他應該會用到右腦的腦袋比較多 可是我們這樣子做 我們讓受試者他去默斂打多 他另外的一個控制 就是永日拔法裡面的一些成分 那麼這兩個去看他奶袋的 他的比例 他的一些處理 我們把他們相繭 剩下的就是跟文字有一的部分 讓他的默斂 我們會看到 事實上 只有左邊跟語言 跟文字的形態有關的 跟語言有關的 跟語言有關的 還有跟空間組合有關的 他都是在左邊的奶袋 右邊裡面 所以一看 就解決了一二十兩的問題 中文還是在左邊 那當然 決策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種 那我們怎麼去做決策 那我們剛剛講 DAMASIO 他有一個叫做 Our Gambling 這個是撲克牌的一個遊戲 那麼這個撲克牌有四個 那這四個裡面呢 他有不同的機率 比如說你會贏多少錢 你會輸多少錢 那你可能是大輸 可能你是小輸 所以 透過這樣一個組合 那你可以去測試 到底受試者 他在決定他的經濟行為 或者說他認為說 一個不確定的狀況 他應該怎麼樣 就來選擇他的輸 或者是贏 那這個試驗樓呢 我們在正常人上面 做了好幾百個 那 這是景洪 那麼他的博士論文 我們也曾經去撤過幾位出家的法師 但是這些法師通常不願意來做 因為他怕他破功 他怕他修為不夠 那人性的貪婪 那他是遺漏無疑 所以很難找 但是我們終於找到三位 可是呢 三位都破功 沒辦法 人性就是這樣 沒有這個貪婪的取向 所以他有一個固定的行為的模式 那這個很有意思 Game呢就是你贏 Soul呢就是說 OK我跟電腦的遊戲 事實上是平手了 Loss就是我輸掉了 所以當你在選擇你這個牌子 你要選哪一堆牌 你要選哪一堆的一個輸贏的比例的時候 他們在預期 或者說預備要去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贏 平手跟輸 他的腦袋的區塊大概都是一樣的 所以他都是面對了同樣的位置的狀態 可是呢 當你每次做完選擇 牌子一翻出來 每次你來去輸 你輸了20塊 你輸了50塊 那我們真的是根據這個數目給受試者 所以非常昂貴的事 那 當他經驗到這個結果的時候呢 你看得到 整個都是分開的 所以 你的預期 你 未知 大概都是 大概一樣的 當你一樣看到結果的時候 不同 不同 另外呢 我再多有一點時間 因為真的是 腦袋真的很奇妙 那 When the past 50 剛剛在出發的時候 有很多人問我 腦袋可不可以訓練 他有沒有可塑性 有 非常特別 那我們從來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Satado 那這是我之前的日本朋友 1996年 他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研究 改寫了教科書 什麼意思嗎 好 在腦袋裡面 視覺跟觸覺 兩個裡面 在傳統的解剖學上 它是不連結的 它是沒有任何的連結 那 所以他找了盲人 先天就盲的 這些盲人 那麼跟正常人 那我們知道盲人等於是 我們在天地上面 他都會凹凹凸凸 所以你用摸的 去摸那個 形狀 那你才能夠決定說 它是什麼樣子的物件 代表什麼意思 所以正常人 當你給他做 視覺的一個刺激的時候 那麼他的視覺PC區 這是腦袋的後面 這是正常鋪面 它會亮起來 這是對的 這是視覺 所以這是證明 所以這個地方是視覺 那 正常人 讓他去做這個所謂的盲人點字 我們叫Flyer Flyer是發明盲人點字的 他的 觸覺的刺激 他並不會去激發他視覺的位置 他是不同的 觸覺 他中間沒有交叉 問題來了 當你找這些先天性盲的病人 他的視覺區從來沒有接觸到光線 從來沒有接觸到視覺的處理 這個時候 當他用他的手指去做這個所謂的盲人點字的時候 他的視覺區 大大量的量的參與了這個觸覺的工作 看到了差別那麼大 正常人做觸覺 他的視覺是他不應該有的 那麼這些先天性盲的 結果他的視覺的區 現在在處理觸覺 這教了我們一件事情 在解剖學上 哲學上 心願的一個理論上面 我們都知道 觸覺系統怎麼能處理觸覺 聽覺怎麼能處理聽覺 對吧 是不會處理另外一個知覺的 可是呢 在這裡證據告訴我們 這個視覺是全部都是錯的 腦袋裡面的視覺神經人 他可以變成 來處理觸覺的訊號 哦 實際的證據來自於哪裡呢 當把這些先天性盲的病人 我們可以利用後面會講的 RTMS 所謂的磁場的視覺 你把這個地方的功能 把他壓抑下來 把他意識下來 他的觸摸的那個 行為的反應 他的成功度變差了 反正就要說 他去 他去辨識這些盲人 等於上面的符號 他出了問題 所以確實地證明 視覺的神經也 他可以處理觸覺的訊號 在佛教裡面有講說 一根通 六根就通 是說你可以去 處理其他的訊號 或者說其他的 我們剛剛講的 六根裡面的這種 所謂的Cosmodality 跨訊號 那麼 這樣子的一種經驗 在先天性耳朵 先天性龍的病人上 也要開始看到了 他的耳朵不在處理清覺 他的耳朵在處理觸覺 所以你的腦袋做了很多工 也不知道 我們再請一個例 就是 六年前我們做的一個研究 這是 這個 異神病毒受傷 那正常情況之下 你讓受死者 去做手指頭的運動 就這樣子啊 也非常簡單 那這裡呢 他教我們 右邊的肢體 身上是左邊的腦袋 在控制的 教他是過來的 這是教科書教我們 教科書沒有教我們 當我們在做單側運動的時候 事實上 腦袋 並不是只有一個腦袋在做工 是兩個腦袋同時在做工 左邊下達命令讓你做 可是他為什麼 誰叫他下達這個命令 這個音樂怎麼來 當然我們就知道 我們先假定說 就是這樣子好了 OK 他會有一個訊號 傳到對側同樣的位置 藍色在講抑制 把他抑制掉 所以當我要做這個手的時候 這邊是激發的 他們送的訊號抑制他 意思是他叫他說 OK 你這件事 待會兒他給我打架 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個叫做 叫做 長側運動 小孩子 小寶寶 他們的運動都是兩邊對稱的 所以 他會驚笑的時候 你看到小孩的東西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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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所以我們是從 是從鏡像的運動開始 學會單側的運動 但是中風的病人 你會有一陣子 他會有所謂的靜像運動 他是無意識的 他過一陣子他會好 可是他不是他的手在動 所以我們有一個名稱叫做 外星人的手 就是Alien Hand 我們找這些腦中風病人 以後所產生的問題 好啊 在這些避神經常的病人 他控制他的右手的時候 他的控制的姿角是對的 是有的 可是他失去了 這個意識的一個姿角 因為他不需要 腦袋他自動學會了 因為我這個手就摻掉了 我不需要再去多費這個功 來 教他說 你不要動 我不需要 因為他也就不動了 所以腦袋自動就會學習 我剛剛提過 你沒有辦法支持你的腦袋 你沒有辦法說 OK 我要用我的腦袋多一點 前面多一點 後面多一點 左邊多一點 右邊多一點 你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我們還 找得很 那 Fentum跳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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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 最近在做這個 情緒 在做這個精神病 或者說是 一些感情性疾病的一些病人 我們剛剛有看到這個 快樂的美麗的圖像 事實上這些感情的回路 真的是非常的複雜 那這邊等一下大家會看到的是 只有差不多200個second 那麼可以變成數字的看 一個是生氣的人 一個是快樂的人 這個是我們利用反雷達的一種技術 他就要說 你可以利用從外面所接觸到的訊號 然後你可以回推 到底他的訊號能從哪裡來 這個技術是用在雷達上面去偵測飛機 但是我們把這個技術用來偵測腦袋 那 你會看到 看到 生氣的臉 跟看到快樂的人 事實上 在短短的幾個minute seconds裡面 他們的處理是不一樣的 我舉個例子 大家注意看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 我們剛剛講說 跟情緒的一個認定有關 那麼在angry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右邊的腦袋這個區塊 它有 而在happy的時候 它是兩邊的區塊 它們同時都會出現 時間可能不一樣 這個也對我們來講 事實上是很有意思 我們去瞭解 或者說去 認知一個腹腺部內的情緒 遠比我們去認知快樂的臉 認知的情緒來得簡單 所以你會記得痛苦的事情 但是你不再會記得快樂的事情 因為記得痛苦的事情比較簡單 記得快樂的事情不容易 那是不是這邊比較多 這邊記錄看不到 這邊記錄是兩個都會出來 那當然我們不講它的解釋 只是給大家看一下 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跳過去 應該這裡面太複雜了吧 我們講到一點特異功能 大家很喜歡聽特異功能 我們就講一個特異功能 那 那 在歷史上面有很多的紀錄 我們常常會聽到說 有些音樂家 他的音樂聽起來 就好像是看到風景一樣 那如果大家有聽過 Vissel Strauss 德國的作曲家 他在寫 Artists 的Arbes 3 那你會真的是感覺得身歷其境 另外的話 有些畫家 比如說Kandeski 俄國的畫家 那麼他的話 你如果看到的話 你會覺得好像很多音符在那邊跳動 所以這裡面告訴我們一對事情 就是說這些畫家 這些藝術家 他們好像具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可以把視覺變成聽覺 把聽覺變成視覺 那這樣子的情況事實上 是存在的 我們叫做Synasticia 中文就是換作連覺 換句話說 視覺的刺激 你可能會變成是一個聽覺的反應 或者說反過來 聽覺的反應 你可能會變成視覺的色彩 所以 有時候有些特別的 subject 那麼他們看到特別的是 比如7 它是綠色 它是藍色 它看到House 它就會看到是紅色的 那 平常的情況 如果說這樣的觀念的話 我們去跟精神科醫生長的話 你一定馬上被招到精神定業裡面去 因為你有幻聽 你有幻視 因為你聽到聲音 你看到顏色 但是這一類的事實上真正是存在的 那 理論之一 就是說 在腦袋裡面本來不應該連結的 結果他們產生了一些連結 比如說 顏色跟字 顏色跟聲音 他們中間的卡拉琴增加了 所以在這個圖裡面 事實上是新的技術 例如我們剛剛講的 可以去看裡面的白紙 那有些地方 比如說比較黃 或者說藍色比較多 可是那個區塊 它跟健常人來講 事實上它是多了很多 所以 不止為止 靈魂出鞘 Out of body experience 那 這個在醫院裡面 事實上是蠻常見的 在 我曾經問過 有很多的外客的同事 那他們有沒有去問過這些病人 他們在開刀 或者說病人手術完 或者說急救回來 到底他們有沒有這個所謂的 靈魂出鞘 或者說所謂的身體靈異 或者說所謂的 這種概念 那我們把它叫做 Out of body experience 那這個Out of body experience 事實上是一個特殊的 一個腺上 很難解釋 那有很多種 一種叫做 Othoscopy 一個就是說 你看到你自己的身體 它是不在不同的空間的位置 然後呢 你一個人 事實上不在你自己的 Physical body 就是說你自己的身體裡面 你會覺得說你自己是在這裡 然後你是從上面看下來的 所以這個叫Othoscopy 那比Personalization 還有說比realization 跟性質脫折 或者說你自己覺得你身體 你的意識已經離開你的身體了 像諸如此類 那這種 在所謂的 提醒經驗 或者說所謂的 Othoscopy 我們所謂的 我們的意識 脫離了我們的身體 那這種現象 事實上會存在的 那它們有很多種 有的是浮在上面 那有的是比如說 他覺得他的身體 在另外的前面 有的是真的是正向中 來墜下來的 那這個是 常常我們不了解 但是呢 在一些特殊的案例裡面 很特別 很奇怪 那一個Denson的病人 他為了要開刀 所以他買了電體去記錄他 同時去墊他 那這個subject呢 很有意思 他前面是運動區 這是感情區 這是正常 他沒有移位 而在這個所謂的angular 所謂的腳踝這個地方 當你墊體它的時候呢 他會出現他自己的身體 人家單公針 他看到他自己的部分的身體 但是不是全部 只有一部分 部分的身體 而他會浮起來 這個是跟我們的 平衡的確定是有關係的 那也一樣的跟我們的一些 自我的感覺 事實上是有關係 那很奇怪 所以呢 就有一些很特殊的案例 那有些病人 當他在這個位置裡面 他產生病狀的時候呢 他的這個聯合的感覺 自己的感覺 另外的話就是說 他的浮動 或者他身體浮起來 他覺得被塞下來 所以諸如此類 比如說 病人他覺得他自己 浮到半空中 他有另外一個自我 跑出來了 還有兩個我在這裡 等等等等 諸如此類 有不同的現象 但是這些現象 通常在發生在 越來越 病人身上 當他有癲癇的時候 所以很有意思的 那麼在 有一個中腦的省 這個是目前國際上 臨床醫學最重要的一個角色 他們研究了一個病人 這個病人他有奧迷 他在上面 拿了電子給他 所以在右邊的腳盒裡面 電子刺激他 有些區塊 他會有特別的一些作用 而這個人 他就是有這麼樣的一種感覺 他的身體 他的意識 離開了他的身體 所以 特殊的線上 有一些腦部 有一些激情 但是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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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有握發出來的 刺激出來的 跟正常的 自發性的 遺體經驗 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一個 他很短暫 第二個 這一類不管是天神的病人 或者說因為 刺激 外界的刺激 他都只能看到自己 局部性的身體 他看不到全部 他只有看到一部分 他的刺斷 不然他只有看到下半隻 那當然 對我們最著迷的就是 修行 我想 在座有很多 就是在 有很多的 有參與這些 修行的同仁 那剛剛在示範的時候 大家也在問我 有關這個 靈修 或者說一些 修行這方面的問題 到底這個 哪在 有參與任何的角色 那 再回到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 很重要的 研究在1999年 瑜伽 瑜伽 瑜伽的一個 所謂的冥想 那 說實在他 並不是真正的 休息 他只是一個 休息 那 很有意思 在一個 一個 公共衛生的調查裡面 如果說 他們有去做這個 靜坐 冥想 那他們的身體 是比較健康的 所以 最終的七人 那發現 他們的 需要使用醫療的資源 大概跟一般沒有去做這個 靜坐 那麼他們使用的資源 差很多 大概可以減低 50%左右 那 心臟病的發作力 大概可以減低70% 所以靜坐 我們從健康 從醫學的角度來看它 如果 從中央的角度來看它的話 事實上是沒有它的 絕對正面的意義 但是有趣的是 到底這些腺像 在腦袋裡面 怎麼來呈現 或者說 這樣的狀態 我們可以從腦袋裡面 去看出來什麼 那就是瑜伽 那瑜伽有很多 理想的方式 放鬆的方式 那這個是不同的階段 比如說 他正常的70年之後 那麼他專注在自己的身體 那麼這個是 當他放鬆到某種程度的時候 他再去感受他自己身體的重量 那麼跟他的身體的區塊有關的地方 他會有作用 那讓他去做一些 視覺放鬆的一些想像 那麼他的視覺皮脊區等等等等 所以這個是一個基本的一個概念 那重要的在這裡 瑜伽在某種程度之下 他的確是會讓我們的身體的知覺感受不見了 或消失了 或者它不再重要了 或者說你不再感到你的存在 或者說你的身體的存在 那這個是一個科學的實驗 但是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Hakichi 那是 也是我的日本的朋友 那他也是個夜客醫生 不過他不做臨場 他專門做人間 很特別 那 他找了一個 瑜伽練了19年的一個 一個瑜伽的一個老師來 那讓他在進到瑜伽的理想 或者說一個靜坐的狀態裡面 那同時呢 給他從腳步給他雷射的司機 那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說 當他沒有進到瑜伽的狀態 跟進到瑜伽的狀態來相比的時候 他在沒有進到瑜伽的狀態的時候 他對這個雷射 他的疼痛是會有的 可是當他進到瑜伽的狀態的時候 跟疼痛有關的 跟躯體感覺統合有關的 還有跟這個專注力有關的 還有包括跟整個內造系統有關的 這幾個區域 整個 跟 就是在沒有進到瑜伽狀態的時候 他腦袋裡面 事實上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當他進到瑜伽狀態以後 他是意識清楚的 但是呢 他沒有感覺到任何的疼痛 他feel no pain 所以這個是一個 一樣 又是一個 心理在上面 在我們心理上面所救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歷史 但是這個不是 我們真的想要去瞭解的 我們想去注意的就是說 到底我們從 生命的誕生 經過學習 有情緒 有認知 有看待 有道德 但是到最後 到底我們會問說 我們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成家的價值是什麼 或者說我們有什麼樣子的一種經驗 那就是有智慧的人 不管是 耶穌也好 佛陀也好 或者說是 木馬木等也好 在他們 歷史上的記載 修正的過程裡面 他們都有些非常特殊的神聖的經驗 這些經驗事實上很特別 那麼它跟宇宙是融合在一塊的 沒有我 沒有自己 沒有外在 事實上是一切 全部都是融合在一塊的 然後在這裡面 沒有我持我 像佛家講的 所以 很有意思 有一個叫做 Ander Luger 他也是精神科醫生 那麼他 就做了一個 這麼樣子的一個觀察 那麼他觀察 兩種不太一樣的修行的方式 一個是 應該是西藏的老媽 那麼另外一群是聖方祭的女士 這些修女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最前那兩張 在那麼多情緒的智能裡面 事實上 西方的情緒是比較強烈的 但是我們中方 我們會強調的是一個沉淨 是裡面的沉淀 一種慈悲 或是一種慈禁 所以這兩個基本上不太一樣 但是呢 很有意思的就是 就是說 當他們見到這種 不管是禪定的狀態 或者說 在祈禱 然後他們有這個 所謂的神聖的經驗的時候 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 他的內在自我 跟外在 分跡消失 另外一個就是說 非常地氣死人 那接下來就是跟宇宙 融合在一塊 那麼另外的話 整個的生命 沒有差別 都是 全部都是分合在一塊的 所以 所以 Nuber 大家網上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呢 跟Hanky 2006 他們就把這一群 西藏的老媽們 就把他邀請過來 那有些人是把整套儀器 做腦袋模 就帶到 卡薩波拉宮 坐到那邊 就直接做實驗 就做觀察 那非常地有意思的就是說 在 他沒有進到這個神聖狀態的時候 或者玄妙的經驗的時候呢 他的整個腦袋的活性 這個是一種血流追蹤劑 所以越是紅的或是越是黃的 代表是說 他當成腦袋的活性 有一個狀態 是比較高的 當他進到深度禪定 或者說 當他們進到這個 所謂的 非常謙虔的祈禱裡面去的時候 他感到到這個神聖的經驗存在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 非常有趣的事情 做在腦袋裡面 留下了一個紀錄 或者是這次已經被我看了 沒電了 大家注意到這一塊 這一塊 這邊是比較黃的 或者說他的 活性是比較高的 這個是比較淡的 這邊是比較淡的 那麼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是在 X-Line 就是基礎狀態 沒有在深度禪定 這個是進到深度禪定的時候呢 事實上他整個的活性都降低了 那 這個區塊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知道這裡叫做 以非要爬桶 那以非要爬桶 他啦 右邊跟左邊是不一樣的 右邊的Israel Parato 它是在統合外在宿舊三度空間 它在我們的內在形成了一個坐標 所以比如說我現在閉著眼睛 我可以從這邊就走到那個門口 我不會錯 因為外在的世界 宏觀的世界 實際上是在我的腦袋裡面 我有個坐標 這個資訊是存在我們的右邊的腦袋裡面 然後在左邊啦 同樣的區塊 對上的區塊 它是分別自我 我跟外在世界 比如說 我有內在空間 我有我的坐邊的空間 在我的一手的範圍裡面 如果另外的話 有些神經人 它對於外在的 更遠的這個距離的物件 它有反應 所以左邊那時候是有關 我們自我的概念的一個存在 它是有的 所以在進到深度殘定 或者說 在非常深度的一個祈禱 他們都進到一個 不管是非常的安靜 或者說非常的沒有雜念 不管怎麼樣 那麼這兩個區塊 事實上 他們的活性都掉下來了 而這個事實上也吻合了 當時那個所謂的神聖經驗 或者說神聖經驗裡面 它已經失去了 而且沒有我跟外在 這個偶像的存在 那這個是留下了 這麼樣的一個痕跡 那當然 對於科學來講 我們是會看到一些 腦部裡面的反應 心跟腦的作用 它們可能是同一 但是也可能不同一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mind的power 我們的確是可以 從腦部裡面來看到 最後一個 給大家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說 你可以從外面 可以給他一個磁場 那這個磁場 會induce 會誘化一個電腦 所以你可以刺激 腦袋裡面 那剛剛這個神聖經驗 在加拿大有一個醫生 他自己用這種方式 變他自己 結果他 後來他說 他第一次經驗到神 他從來 他是個無神問者 他第一次經驗到神的存在 他感覺到神跟祂是同在的 那是有一個線 他被誘化出來的 我們剛剛講 誘化出來的 他是一個聖像 跟主觀 跟自動的 你的心裡面 真正意識裡面 所產生的 事實上 有很多地方 不算是 所以他們非常的靠近 所以 回到 我們剛剛講的 六根六層到六四 我們大概把生命的故事 帶到了一段時間 當然我沒有 今天沒有講死亡 我是有講庭林死亡 因為死去的人 不會回來告訴我 他今天有什麼事情 所以我沒辦法告訴你們 那 我去裡面講說 我們要禁吉清成 自旋虛謀 然後守之不中一百圈子 無量法門 就出來了 事實上 跟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神聖經驗 是差勢滿像的 那我身裡的機制 也告訴我們 那個狀態 事實上是存在的 因為老大理的問題 是這麼樣 我們會在做工 那如果說 我們去看 我寫裡面的心經 事實上 如果說 從今天老科學的角度 來看他的話 這裡面的每一句話 都是有他的真實性 事實上 我覺得 很 因為我們科學的原來講說 是非常難不及的 一個 從沒有任何的工具 從一個觀照裡面 事實上 真的是告訴我們 太多的事情 不欲空 然後 社不欲空 心腦合一 等等等等 那麽以至於說 你沒有任何意思 沒有苦情 內大無事無疑 你在那個神聖的境界裡面 的確確是有 這麼樣的一些科學的證據 那 今天對不起 我們一起透過了很多時間 但是呢 我在做這個體系 事實上 我都一直在學習 那我們這一班 大概有非常多的人 那我們做了很多的觀察 我們也學到了很多 或是跨領域 這邊沒有婦產科醫生 RBO科醫生 等等等等 很多的一些 研究的人力 但是呢 最後一句話 雖然有這麼多的兔耳 我們也看到了很多的身上 可是呢 我們真的是像沙子貓相 我們真的是看到一部分 看到一個點點滴滴 但是對於真正最後的心事的作用 這個心在哪裡 或者說真的能夠讓我們的意識 以一個非常不亂的 不運亂的方式 有一個自由意識的存在 那最後要求的一個心的力量 我們還是知道 所以呢 你看到一部分的像 但是 它也不是真正的實像 也許你必須要 把這兩個都全部都看出來 那非非像的 才能夠打來真相 那物理學家Richard Feynman 就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物理學家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科學家的他的任務 他並不是去告訴大師王 要怎麼去做 反過來 他必須要能夠好好去明天 到底大自然在做什麼 在告訴他什麼 那我不知道 大家有多少時間 沒有去看天上的星星 我從小就喜歡 躺在屋頂上 看天上的星星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到底我的家在哪裡 我在哪裡 那但是 我覺得 我們應該說 看一看星星 當你做看看星星的 養生命高 我們就會 學到很多的謙卑 大自然裡面 在這件事上交了我們太多的事情 很多的奧秘 我們真的不知道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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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看到什麼 有沒有看到兩隻海盆 有看到兩隻海盆的 可不可以接受 你們都在勸我 你應該看到兩隻海盆 你如果看到一隻海盆 跟一隻牛 找是你累了 所以我們這邊趕到這邊 該休息了 OK 真的 我現在有很實證的感覺 就是說 我自己學科學的 學科學的 學科學的 那我們常常在時間空間裡 跳來蹦去 所以 我今天聽到這個演講 我才發現 科學還不夠 還需要像 謝教授這樣 有 讓我們去 啟發我們的腦力 然後讓我們感受到說 我所看到的 時間空間之外 原來還有 那麼大的一個 空間 好 所以 現在 我們剩下的時間 可能就要請各位 呃 在場的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趕快把你的問題寫下來 我們下面就是要請 謝教授 回 回應各位的 疑問 最後呢 我們再從這個問卷裡面 抽出幾個 有獎 好 呃 我們 朱慶子教授 有五個 前面 抽五個 好 呃 所以請大家趕快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送上來 我們從中間 抽五位 這邊有五本 非常精彩的書 好 我們待會兒會 請謝教授抽 抽出來 送給各位 那抽就是從這問卷裡面 請問還有沒有 好 謝謝 很精彩 好 那我們就請 謝教授 回應這幾個問題 請不要稱我教授 每次都要稱我教授 我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從來不稱自己是教授 也不稱自己是醫生 真的很多數 OK 沒有問題 這邊有好幾個問題 如果說這個是 支票的話 我會很高興回答 第一個問題說 女性比較傾向憂鬱症 叫男性 可能是大腦結構 跟負面不同 有改善的方式嗎 譬如醫師告訴他 你是男的 會不會好一點 我不知道是誰問的 你可不可以先告訴我 你認不認為 你會好一點 這是你問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男的 如果說我今天一直想像 我會不會變成更有美感一點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 對於所謂的憂鬱的問題 我想 我們應該這麼來看待它 就是說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 憂鬱症它跟它有先天性的 有後天性的 有些是基因的傾向 有些是跟血清素 有點關係 極力是 到現在為止 認為血清素是有關係 都不是百分之百的確定 所以它有很多的一些病因 當然這裡面的治療方式有很多 有藥物 有來自於朋友親人的支援 支援 還有你自己是你們的建設 我想這些都是多方的因素的 那你如果認為說 自己是 自己如果是認為是比較男性的話 也許 當你認為說你的男性 然後你同時在 到裡面 你也認定說 OK 我這個時候 我的血清量會增加多一點 也許它真的會發生 也許你的血清量真的會變多一點 我今天沒有去講催眠 我們曾經做過催眠 我們也做過深度催眠 有一部分我們在做所謂的前世催眠 當然不要談太多 但基本上 這個都不是一個非常正確 或者說一個能夠確定的一種方式 但是的確我們從剛剛我們看到的 身心或是腦心的互動裡面 的確你的心裡面 如果是停在正面的話 你的整個的腦部的反應 或者說你的一些情緒的反應 都會變得更改善 所以我想應該是這樣 你不要想自己是哪個 你應該想說我會變得更光明 我想這樣是比較好 這是第一個問題 問題太多了 另外一個問題 若看美的失誤 可降低痛的感覺 這方法可用於治療 遭受劇病的人們 如四川大律症 就我所知 可利用基因療法降低 這個記憶基因嗎 你聽到禁止跟開發器官 先來測量 晚上做夢的活躍性也是很高 還有一隻死亡的貓 不知他們的腦部如何 可否可以接到人 從貓就接到人 我想這個是不太一樣 我想我暫時不去解他 那你剛剛這邊有提到說 做夢的活性也是非常的高 那我回答這個問題 這是對的 我們做夢的話 大概有分成 好幾個不同的深度 我們這裡面有 精神科的專家 那麼他在說 你們在做睡眠 那我們睡眠裡面會有 眼洞期跟 跟所謂的 飛動期 那眼洞期 可能我們會做很多的夢 那這個是對的 在那個時候 腦部裡面的活動 的確是很高 這個是對的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睡眠 的確會改變你的認知 跟你的學習 跟你的記憶 所以呢 我們現在 常常都會用睡眠的方式 來幫助學習 你所學到的 比如說 你今天學到那個東西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熬夜 你最好是讓自己睡個覺 因為你透過這個睡眠的時候 它會讓你的記憶 它會沉澱下來 那接下來它會有 它會變成是比較固化 那會產生一些蛋白質 尤其是有助於你的記憶 所以 在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階段 你把它的睡眠 剝奪的時候 它會影響可能你的 動作學習 或者說你的 一般性的學習 還有這個是對的 所以睡眠 對我們絕對是有正面的 有很多的意義 那至於這個活動 現在已經九點半了 所以 最後一個 能不能抽 給我抽獎 順便就抽獎 然後就回答 其他的人 我們 去幫我抽 每個一張拿一張 比較快 五老師 在抽獎 五老師 在抽獎 第二個問題 這是幾乎每個人都會問的 我也沒有看過 台大李孝董所研究的手指四字 他的腦波反應 我想我大概知道是誰問的 那 我看過 有參與過 也學習過 那我們也做過雙盲測驗 所以手指四字 這個現象 他是存在的 那我想李教授 他自己本人 在學術上面 是非常的優秀 所以他會去 把這樣子的發現 工作一室 因為他也是冒著他的 一個學術 可信度 的一個危險 但是呢 他的觀察 是存在 是存在 我們做過雙盲實驗 我們在神經內科 我們曾經做過 讓一群醫生 在另外一個房間 寫下他的圖案 他的字 然後把他放在一個盒子裡面 然後讓另外那個 收起四字的人 來看 到底他這裡寫的是什麼東西 他沒有接觸到這個紙 他只是 可能 稍微外面有個東西 這樣隔著 但是他的確是 能夠把這個字 來分析出來 我看過 有這種現象存在 那至於我們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我想我今天不去講他 好 因為這個比較複雜 這比較複雜 這個可能不是我們的一般 正常的生理現象 所能夠解釋的 你這樣說實際上 他也做過 functional MRI 去看這個索取四字裡面 到底腦部裡面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很特別 跟我們 如果從臨學的角度來 預測他的話 事實上是蠻穩合的 不過很抱歉 因為他沒有發表 所以我不能幫他 把這個資料 跟大家講 防針有11G作為 歐童跟車輪大腦 開發程度的檢測方法 包括性格 學習能力等等 可信 不可信 不可信 這個變異度非常的大 但是我中間 施設有一部分 slide 我沒有講就是說 我們在未來 的確是可以用這個 所謂的功能性的腦罩 配合這個行為 來做所謂的精英的篩選 看法程度的時間 我又講到了一支 如果說了風寶的話 現在不要相信他 因為 實在是騙子太多 請他先來注視一下風寶的 我們先跟他檢測有沒有說法 再說話 做看美的 心不可降臨痛的感覺 可否用了治療 知道是 剛剛我們講過了 剛剛我們講過了 真的是講太多話了 那我不確定 但是 我幾個內容給你聽好了 我在學校的辦公室 對面是我的同事 我是他的粉絲 所以我每天都必須要去跟他談一談 很好的朋友 那他的房間裡面 實在有很多的女學生 所以他常常跟我開玩笑說 他要給我一個非常漂亮 非常笑容的一個 一個相片 就放在我的辦公室裡面 因為他覺得我有點憂鬱 所以他要讓我快樂一點 那 我就常常去跟他聊天 他辦公室裡面 常常會有學生在那裡 所以我就會站在門口 門口有玻璃窗 然後我就會看到他笑 他會跑過來 就跟我笑 然後 他說要我多看 可是我跟他講說 我不能看了 要不然等一下一座看 就說要面大學的教授 專門要破窺 那還得了 但是應該這麼講 我想如果說你的信念 真的是比較朝向正面的話 其實你看任何東西的話 都是會很正面的 你如果是負面的話 那些事情都會把它 往負面的方向去想 所以我想應該是從這個角度來看 再來 是否腦經過吃進去後會變得比較聰明 可以 可以 以後大家會看到房間 我們現在有很多SPA 對不對 那以後會有所謂的腦袋的SPA 一定會有 那在澳洲 有一個教授他做了一群實驗 那都是大學生 把他們找過來 那這個是一個空間的一個實驗 行為實驗 對於空間的一些測驗 那在給他打這個 磁刺劑之前做一次 打完磁刺劑之後再做一次 來比對 發現 在特殊的區域裡 給他做這個腦實驗刺劑的時候 的確 他們的空間的一個處理能力 是有增強的 好 這個 測試機現在目前也有用在很多的治療 比如說這優異症 要用無效 那給他打在左邊 只能打左邊喔 不能打右邊喔 你打左邊 那優異會合打右邊的話 他會更優異喔 OK 所以事實上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未來 如果說大家要準備要考試的話 如果是數學考試 先打一下跟數學有關的區域 再去考 然後你一定會增加這個成績喔 一定得 因為這個是我們所看到的 的確是有這個施政 我的問題好像被說掉了 所以可以結束了 還有 最後一個好 最後一個是什麼 這個台大 真的有看過 這個講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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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講過了 OK 刀歌風不會再壞了 因為已經沒有話了 OK 謝謝大家 過了 謝謝… 對 dash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